马齐明去林河任政法委书记的路上 遇到了苏子在半路上拦路深渊 然后马齐明示意司机掉头查看 就在这时他想到了老领导交代他的话 马齐明怕打草惊蛇也只能无奈地离开 这个苏子的老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叫陶使 在几个月前 吴达公喝醉酒后正好打上了他的出租车 然后他利用公安局长的身份非要酒后开车 后来导致发生了交通事故致人死亡 完了 这人没救了 你害死我了你 黄师妈 镇定 赶紧打电话报警 你要承担起肇事责任 凭什么 黄师妈 听我的 过个几天 你就能放了 陶使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默认了 然后吴达公利用童白山的儿子童小牛 在看守所里把陶使给活活地打死毁灭了证据 接下来吴达公就利用自己的职务违法操作 让童小牛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无罪释放了 从那时候苏子就开始到处告状深渊 到如今也没能给到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个童小牛依然逍遥法外无法无天 童小牛的父亲是灵和著名的企业家叫童百山 也是灵和最大的黑社会组织者的头目 他和吴达公以及市里领导都有着特殊的关系 再说了这起案件 吴达公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老局长秦莫发现了问题想要重新办理此案 可是遭到了上级领导的施压和阻挠 于是他一气之下就死活不干了 也导致目前灵和公安局局长的空缺 目前由常务副局长吴达公主持日常工作 这个人是童白山黑市里的副总老黑 他得知苏子正在路上拦马齐鸣的车 于是立刻派去毒狼将他做掉 正在毒狼准备下手的时候 被突如其来的刑警增号及时化解了 那个人戴着头盔 当时速度很快 你说这帮人这么怕苏子去告状 还想置他于死地 那不更加说明 陶石的死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作为灵和公安常务副局长的吴达公 已经早早地站在酒店门口迎接着马齐鸣 随后孙市长利用给马齐鸣接封的机会 对着公检法的同志宣布了马齐鸣的任命 喜欢站上风的吴达公首先自喝了三杯酒 表示对马齐鸣的道人热烈欢迎 就在这时候副局长李春江接到一个电话 随后马齐鸣也跟着出来了 对了 马齐鸣 您来的路上是不是遇到蓝车告状的了 有这事儿 但我不了解情况 没有跟蓝车人接触 怎么了 苏子绝不是在屋里取闹 哎哟 马齐鸣 您来的路上是不是遇到蓝车告状的了 有这事儿 但我不了解情况 没有跟蓝车人接触 怎么了 苏子绝不是在屋里取闹 这事事处有益 必须得彻底查清楚 吴达公的出现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这个李春江虽然是吴达公提拔上去的 但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两路人 李春江对陶石的案件有众多的疑点 但是吴达公就是死压着不让查 再加上李春江的老婆在住院需要照顾 他自己也没有精力去调查 也只能让曾浩秘密调查着 马齐鸣的接风宴吃完以后 孙市长就带着他引荐了铜柏山 这很显然是想让铜柏山给马齐鸣留个好印象 铜总可不是一般的企业家 企业资产高达两个亿 是我们铃和的纳税大户啊 铜总算是一个民营企业的奇迹了啊 要说是奇迹啊 那是铃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 铜柏山的低调朴实确实给自己加了不少分 随后他依然保持低调请马齐鸣吃工作餐 这就更一步的能体现出他的普通接地气 其实这也是铜柏山故意这样安排的 随后他谎称自己时刻存在着危机感 到目前为止还被很多人打压着 就在前两天还有人再给他自己找茬 虽然马齐鸣今天是第一天上任 有很多事情还不明白 但是他从铜柏山的话里也听出了其他含义 这也让马齐鸣对吴达宫公安局长的人选产生了质疑 马齐鸣吃完饭回到单位的时候 已经晚上11点多了 田秘书还在等着给他递逃食案的资料 您跟佟总交上朋友了 朋友说不上 咱们彼此的意见还不错 这个铜柏山对铃和的攻击很大 田秘书听到马齐鸣的一番话以后 他自己也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担心马齐鸣会和铜白山铜柳河屋 然后他提醒马齐鸣看一看刚递交的资料 马齐鸣表示自己一会儿会看看 让他早点回去休息吧 您可一定要抓紧看 什么材料这么重要 马齐鸣打开资料一看是陶食案 也不由得让他自己提高了警惕 然后质问田秘书和陶食是亲戚关系吗 随后田秘书就来到了小飞记者这里 其实马齐鸣今天倒认是田秘书透露给他的 然后小飞就策划了苏子兰车的事件 还差一点酿成大火 目前小飞最担心的是猪旺子的安全 因为猪旺子是唯一看到 童小牛杀害陶食的人 这果然让小飞给猜中了 老黑已经派出独狼开始对猪旺子下手了 猪旺子 这个猪旺子到关键时刻还是挺机灵的 他谎称自己不叫猪旺子 说前几天信赖一个服务生和自己长得很像 正在外边打扫卫生呢 可是独狼刚刚才看过他的照片 想欺骗他也没有那么容易啊 我看你就是 不是你真误会了 我们这儿是有个叫猪旺子的 他跟我长得特别像 他刚来这儿不久 你看 他刚刚就在这儿拖地呢 猪旺子看到时机成熟一把推开了独狼 又一次让他侥幸地逃跑了 童百山得知又被猪旺子跑掉了一场愤怒 你已经失手两次了 你太自以为是了 误了大事 只要猪旺子在外边 对我们就是危险 懂不懂 童总 李春江的人也在找猪旺子 绝对不能让猪旺子 老子李春江那么手里 您看 是不是得警告警告李春江 童百山默认了独狼的建议 晚上他就往李春江家里扔了匕首外带一封恐吓信 正在医院伺候癌症老婆的李春江 接到女儿电话以后就立刻回到了家里 吴达公接到通知以后也假惺惺地来到现场 利用主管局长的身份命令增号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抓到凶手 然后说了一大推官免堂皇的话 其实他内心也知道是童百山派人干的 第二天 老黑一大早就一蹦三跳地来报警了 昨天晚上 李春江家被扔完匕首之后 整个公安局都炸了窝了 胡权理说了 现在警力全去调查这件事的了 童百山得知后暗自窃喜 称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其实他们这样做不但但是警告一下李春江 另一个目的就是给全灵和的老百姓看看 这公安局副局长家里都被扔了匕首 肯定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恐慌 也可以把这起扔匕首的案件 炒作为没有公安局长群龙无首导致的 利用社会舆论来逼迫市委对任命新局长的重视 因为目前公安局长的人选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常务副局长吴达公 另一个就是老婆患有重病的李春江 可是目前李春江的老婆 已经转往了地区医院生命垂危 她自己也主动退出了新局长的竞争 所以目前符合新局长的条件只有吴达公一人 吴达公面对马其名的质问故意转移侦查方向 称自己初步认定是前一段时间扫黄行动 引起了他们的仇恨想发泄一下 我不同意吴达公的看法 我认为这次事件是和某些更深的 更强的恶势力联系在一起的 这完全是针对我个人的一种警告 什么恶势力 这个我正在查 目前还不太清楚 不过我一定会弄清楚的 李春江家的匕首 是你首要人干的吧 什么我的你的 咱们是一家人的 李春江认为这次往他家里扔匕首的事情 绝对不像是吴达公所向马其名所汇报的那么简单 而是觉得这起案件是针对自己的私人警告 此时的吴达公脸色瞬间就变黑了 他们出来以后吴达公就质问李春江 怎么能把没有根据的猜测给马书记说呢 这样的话显得林河公安局多么的无能啊 本来就是无能 嗯 你什么意思 吴决 你是我警校的老学长 我能到林河市局来工作 也是你把我给调过来 我一向很敬重 可有些事情 我不太明白 看守所那边有那么多的意见 你压着不让查 要不然证据早就一大把了 这时候李春江接到医院的电话离开了 这个吴达公是提拔了一个对手啊 李春江家的匕首 是你首要人干的吧 什么我的你的 咱们是一家人的 咱不是说好了吗 在马其名到任 公安局长任命之前 尽量保持平静 给我脸上贴点筋吧 同百山表示给李春江点厉害也是为了你好 在这个时候如果不闹出点动静 怎么能分散李春江的注意力啊 此时吴达公则不这么认为 因为马其名已经下令追查匕首案 如果要是查到咱们头上麻烦就大了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对自己公安局长的竞争很不利啊 错 对你很有利 弄出这件事啊 一是给马其名添点乱 看他到底有什么真本事 同时也给你一个在马其名面前立功的机会 我会舍出去一个弟兄给你啊 让他去充当扔匕首的替罪呀 吴达公听到同白山的计划以后笑了 吴达公的老婆和马其名是校友 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欧阳老师 这个欧阳老师还是马其名的红娘 这次吴达公的老婆从省城回来的时候 让欧阳老师给马其名写了一封推荐信 当年要不是欧阳老师啊 向上面大力推荐马其名 那马其名也不会有今天呀 所以啊 这欧阳要是发了话 那马其名是不好拒绝的 第二天 吴达公就带着那封推荐信找到了马其名 他首先是按照同白山的计划告诉马其名 称李春江家里扔匕首的案子已经锁定了嫌疑人 可惜的是还是去晚了一步 嫌疑人已经离开了他的住处 不过目前已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 此时的马其名也被吴达公给蒙蔽了 直接把这起案件交给了吴达公来侦破 吴达公在临走的时候 把欧阳老师的信交给了马其名 此时的马其名的心理事务未杂陈 给秘书打电话说要出去一趟 其实他就是心里反响出去散散心 因为他从昨天上任到现在 一共有四个人推荐吴达公当局长了 而且每个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还是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必须要调查清楚才能做出决定 否则就对不起原书记 把这么重要的任命交给他了 本来马其名就够糟心的 可是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件更糟心的事 爸 是什么你 找苏子那臭娘们来这高仗的吗 这怎么回事 怎么就没人管 你是外地来的吧 知道中间穿皮衣的人是谁吗 童小牛 他就是把整个市场砸了 你也不敢说话呀 童小牛的打砸过程正好让马其名看到了 然后马其名问旁边群众这人是谁呀 怎么就没人敢管让他肆意地打砸 然后群众用质疑的眼光望着马其名 说到这个人就是叫童小牛 谁敢去招惹他呀 他就是把整个市场给砸了也没人敢管 当马其名正要上去阻拦的时候 附近派出所的警车也来到了现场 安所长看到是童小牛以后 他根本就没敢前去查看就回去了 马其名看到这种警察 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回来以后就立刻拨通了市场砸派出所的电话 市场砸派出所已经派出警力前往现场了 你们既然到现场了为什么不管 那派警还有什么用 你们还配不配当警察 这个田秘书和纪晓菲是同学 他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向马其名汇报了这件事情的起因 原本纪晓菲是一名是法治报的记者 在前几天他写了一篇为死去逃食深渊的报道 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稿子还没发就到了童小牛的手里 这一下可算给纪晓菲惹来大祸了 他不但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了工作 就连他爸的杂货店童小牛都没有放过 他三番五次地带着人去砸一次 就这样这个童小牛还不算完 他说必须让纪晓菲陪他睡一觉 才算真心悔过 竟然还有这部事 这童小牛是个什么货色 他就是童百山的儿子 就是百山极端的董事长 就是他 也就是从此事开始 马其名对童百山的人品产生了质疑 从此下定决心决定私查陶石案的真相 这个童小牛在吴达公的保护下若安无事 刚砸完电打完人还能潇洒地抱着小牛唱歌 童百山得知后愤怒地来找到了他们 干什么你了 这事不怪小牛 闭嘴 看快把这事给我摆拼了 是 随后老黑就来到了小飞住院的医院 看似有诚意地拿出了一笔医疗费 小小气 小小气 没脸不要脸是不是 我还正想问问各位 那个陶石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案子 社会上有很多传闻 我们不能信 我怀疑有人别有用心 唯恐天下不乱 你说是吧 钟简知道像本贵是和吴达公一伙的 也预防马其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打草惊蛇 所以就立刻打断了马其名的话题 当马书记出去上厕所的时候他也出来了 他告诉马书记自己对这起案件也有疑问 本想再重新查一查此案 结果上一任车书记就被隔离审查了 所以目前也只能维持他们的结论 马书记回来以后就拨通了李春江的电话 可是对方的回复让马其名大失所望 因为李春江的爱人已经癌细胞扩散了 他称自己目前没有心情谈工作 准备明天正式向局里提出请假 马其名也只能无奈地把这起案件放一放了 吴达公得知李春江彻底地退出了和他的竞争 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准备庆贺 就在这时马其名的一个电话给转变了 怎么了 让我叫你破案 吴达公在这个关键时刻不想出现任何差错 他想到昨天佟百山说的话 可以舍出一个兄弟当替罪羊的事 目前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两天了 佟百山还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吴达公认为就算把马其名给蒙过去了 李春江那里也不好对付 那你什么意思 你就别忽悠我了 我看到我当局长的事 就败在这个案子上 这个局长我也是当不了啊 咱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吴达 西洞 你得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尝一出天衣无缝的好戏 第二天佟百山就派出孙市长去给马其名施压 谈起了关于公安局局长任命的事情 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 吴达公同志各方面都具备公安局长的条件 总之啊 吴达公同志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马其名面对孙市长的推荐心声质疑 所以他故意转移了话题 反问到他对陶石案有什么看法 这个案件 大公他们办的还是比较彻底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陶石是自杀 那个苏子呢 是无力取闹 无非是想多弄点钱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可以调案卷来查一查 肯定是个提案 喂 马主席 我们已经锁定匕首案犯罪嫌人 藏身的地方了 正在准备抓捕 好 其实这次行动也是吴达公故意策划的 想在马其名面前证明自己的侦破实力 他故意找了一个替罪羊来充当嫌疑员 主要目的是为了能让马其名深信不疑 他们还在现场制造了李春江家里的照片 另加上他的作案工具和炸药 这不是 李局的楼房照片吗 我看可以定了 就是他做的 他叫什么 曹理晨 外号飞刀 随后吴达公就立刻汇报给了马其名 称这个嫌疑人开了一间洗头城 局里在前几天扫黄行动中 李春江带人把他们的老窝点给端了 他们扔匕首肯定是报复李春江导致的 目前基本可以定案了 那这次他为什么又逃脱了 是一个联防队员立功心切 结果把这姓曹得给惊动了 吴达公的推测让马其名一点重重 也让他想到了昨天李春江给他说的话 我不同意吴辑的看法 我认为这次事件是和某些更深的 更强的恶势力联系在一起的 这完全是针对我个人的一种警告 所以马其名是不会那么轻易相信的 在吴达公临走的时候 露出了他这次汇报的真实目的 吴达公走后马其名拨通了钟简的电话 当提起要看陶石案的时候 钟简挂掉了电话 其实钟简是一位好人 他担心电话会被某些人监听透露消息 随后他用公用电话和马其名约了一个见面地点 忠检的谨慎小心也是为了预防万一 他询问到马其名真要调查陶石案了 马其名表示有这个打算 称让苏子这个一个小女子四处下跪 自己这个政法书记的脸王哪个呀 钟简也能明白马书记的心情 他劝马其名如果手里没有底牌就算了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跟我说实话 世卫领导找我谈话 要我坚定立场 坚决背后本市经济发展的大局 就不要碰过去已经认定的案件了 马其名听出了钟简话里的含义 他称自己一个管政法的书记要看卷宗应该正常吧 就是想了解一下大致情况 并不是一定要去调查此案 那好 我会派人把卷宗送到你办公室的 不过这份卷宗里 看不出什么来 马书记 我不想因为我的一句话 而让你重蹈车光远的覆辙 对不起 我先走了 再见 吴达公深知陶石案对自己的严重性 一旦马其名从中找到破绽 他们整条船上的人都会被牵连 于是他连夜找到了铜白山商量 让他去市里找找孙市长给马其名施施压 我听孙市长说了 袁波还在等着马其名的考虑呢 不能让他再考虑下去了 只要局长那个位子我坐定了 他就是要复查陶石案 我也能控制 否则的话就不好说了 与此同时 马其名也因陶石案彻夜难眠 他想到了钟简和田秘书给他的提醒 这份卷宗里 看不出什么来 你要想复查陶石案的话 管管这些是没有用的 钟简还往卷宗里加了一封举报信 是一位在看守所工作了三十年的老警察写的 信中这样写道 他在工作中发现了所长潘财璋和副所长王正茂 利用手中职权搞权钱交易 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相互勾结 找人顶替犯罪分子掩护他们逃脱 还培植了一批欲罢势力 称自己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 于是向主管局长吴达公反应以后 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还被他们定为制造事端无中生有 逼着他自己提前退休 马其名看到这封举报信后不含而立 他拿出了一支笔写上他们的名字 把他们定为了二号可疑对象 第二天童白山约来了孙市长谎称谭百山制药的事 因为这个制药厂的初步投资就十几个亿 也给市委市府带来了巨大的诱惑力 那么问题来了 童白山称集团半数以上的董事 对林河目前的投资环境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 他们都听说公安局副局长家里头被扔了匕首的事 他们说这个公安局副局长都自身难保 那他们这些有钱的人 那早晚会成了歹徒的目标啊 这么大一个城市 这么长时间 公安局局长始终没有 这让他们怎么能够有信心 怎么敢投资啊 我也弄不明白了 吴大公怎么就不能当局长啊 彤总啊 这个问题 袁书记已经交给马其名决定了 马书记呢 他要考虑一下嘛 好 那就让马书记慢慢考虑吧 其实孙市长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坏人 他只是被某些人给蒙蔽了 主要也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前途着想 可政法机关不仅仅是为企业界服务 他们的意见就能决定谁当公安局长 孙市长给马其名扣的这个帽子确实不小 但马其名还是顶着压力没有答应 称自己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马其名正想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值得表彰的会议 所以就答应了孙市长去参加 马其名到了会议现场以后 吴达公第一个表彰的就是市场路派出所 这瞬间让马其名想到了童小牛在市场路打杂的事情 安所长根本就没敢上前查看就离开了 每一次我们都是出警坚决 处理果断 按照不对的说法可能不太贴切 那就是首战用我 用我必胜 安所长 您每一次出警都做到了果断处置吗 是啊 你马上起草我报告 提名吴达公任公安局长 每一次我们都是出警坚决 处理果断 安所长 您每一次出警都做到了果断处置吗 是啊 虽然马其名前几天已经亲眼看到安所长的读职 面对着童小牛肆意打杂没有上前去制止 可现在安所长还在明目张胆地胡说八道 但是马其名还是强压着怒火没有去揭穿他 因为马其名目前还不想打草惊蛇 等掌握有力的证据以后再一网打尽 马其名谎称自己有点头疼离开了会场 与此同时孙市长也找到了袁书记施压 称同百山对任命公安局长的事反应特别强烈 如果再这样下去投资者会失去信心安全感 不能因为一个公安局长的人选 耽误了整个零和式的招商引资环境啊 袁书记表示马其名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 毕竟他是主抓政法工作的呀 可是只有吴达公一个人选 他有什么考虑的 难道他对我们这些当地干部不信任 如果马其名在这个问题上就这么固执己见 袁书记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听取了孙市长的建议 然后就立刻叫来了马其名 其实袁书记也是担心马其名会出事 前车之鉴是上一任政法书记车光远 他就是极力反对吴达公当局长 结果被他们搞得隔离审查了 你马上起草个报告 提名吴达公任公安局长 我批了以后 报提局长委 尽管马其名对吴达公有各种怀疑 但最终还是没能顶住压力 马其名回来以后 让田秘书起草一份吴达公任命公安局长的报告 其实目前马其名的心理更是矛盾重重 因为他明知道吴达公存在各种问题 但是目前一点有利的证据也没有 虽然田秘书的话有点太多已经跃权了 但他能做出辞职的决定也足以证明他是条汉子 也许这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格局不同 站的高度不一样导致的不同的处理方式 马其名虽然不情愿起草吴达公的任命报告 但迫于袁书记的压力之下还是起草了 第二天他带着报告和不满找到了袁书记 这是政法委提名吴达公担任公安局长的报告 这么快啊 领导交办的事能当天完成一般不过也 马书记啊 你是在表示这是我们强加给你的 事已至此再咬完嚼子也没什么意义 吴达公得知马其名递交了报告 他就屁颠屁颠的找到铜板山致血 这两只老狐狸一黑一白狼狈为奸无恶不作 与此同时 田秘书辞职以后也没有回家卖红薯 而是也转入了地下秘密调查中 他在东南顺大酒店的门口 发现了这一群喝醉了的败类 其中就包括市场路派出所的安套 还有公安局的胡权礼和看守所的王正茂 然后老黑又带着他们去了一个好地方 随后田秘书连夜告诉了马其名这个情报 安套王正茂他们 现在正在一家学间中心跟小姐鬼混的 你不是想要证据吗 现在进去 一抓一大把 你反应的情况很重要 我会进一步调查 但不是现在 你也不要去进攻任何人 你辞职的要求我不同意 我明天要拜祝一天 你必须到办公室带领 马其名可不是单独在陪着老婆游玩 他是想让大家放松对他的警惕 秘密地在策划着一招大棋 为了能防止当地领导的干扰 他向地委的同书记申请了夜袭检查行动 同志姐 那我等您指示 与此同时 吴达公感觉自己的局长板上钉钉了 他决定去讨好李春江和他合作 让他放弃对陶石案的调查 吴达公首先是给李春江画了一张大饼 称自己上任正式局长以后 承诺让李春江上任常务副局长兼政委的工作 我是那种要关要权的人吗 春江啊 说实在的 我还真是有点看不懂你了 你还要什么 揭开陶石案的真相 查出市看出所的问题 我的权都打出去 我就不会再收回来 吴达公在李春江这吃了闭门羹以后 就立刻拨通了李春江得力干将曾浩的电话 因为吴达公知道曾浩一直在秘密调查陶石案 然后让他回来参加整顿纪律的会议 会议上吴达公为了防止他对陶石案的调查 逼着他陷气破获李春江家的匕首案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抛制匕首的罪犯捉拿归案 一个月左右吧 不行 时间太长了 那就15到20点 好 军中无戏言 到了晚上吴达公接到一个政法委电话 说是关于队伍建设的紧急会议 说到队伍建设吴达公突然想到 可能是自己的局长任命下来了 真是人长得丑想得美啊 会不会是我的任命下来了 那你快去啊 吴达公暗自窃喜地来到了会场 却听到马其名宣布的是全地区政法系统 进行的一次封计督查和评议活动 地区政法委为了这次行动的顺利进行 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和阻力 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和技术设备 都由地区政法委统一组织和调动 在座的各位从现在开始不要打电话了 全部把手机拿出来关掉放在桌子上 马书记 马书记 我们是地区政法委派来的督察人员 已经到达零河 准备行动 请指示 行动 我们是景山地区督察大队的督察人员 正在执行督察任务 兄弟 咱们都是同行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和你们大队长是老书人了 你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否则我们采取强制行动 安涛和王正茂彻底地被突如其来的夜查下呆了 此时在旁边做按摩的潘财章听到了动静 让他侥幸地成为了漏网之鱼 这次突击夜查行动总共查出政法违纪人员九名 其中包括公安局的三人 检察院的三人 法院一人和司法局两人 我不知道大家此刻的心情能量 我是感觉到羞愧万分 尚无法向景山地位的领导交代 下来 愧对于零和的人民群众 马其名精心策划的这次夜袭行动 主要是想推迟吴达公的局长任命 另一个原因就是给政法人员的一次惊喜 树立自己的威严让他们不敢再犯 随后马其名还转达了地区邱书记的意见 对屡次危机作风不正 不适合从事政法工作的干部要坚决清楚 今天我们公安局啊 出现在娱乐场所的三个同志 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 就算安总吧 还是先进工作者 这个吴达公都自身难保了 还恬不知耻地为安涛求情 此时的吴达公还不知市场路派出所的安涛 正好被马其名亲眼目睹了独治过程 我看这个安佐不止这些问题 这个先进工作者 可能是没有跟你说实话 吴达公听出来了马其名话里的含义 但他也不明白安涛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他想到这刚刚出现的大好局面 瞬间出现了360度大转弯 心理意识还接受不了 随后他带着糟糕的心情回到家里 却遭到了自己老婆的一顿埋怨 什么 你自己局长都保不住 你还替安所长他们讲什么好话呀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 你还扯什么江湖义气呀 你懂不懂啊 你自己的下属都是坏蛋 我这个局长能是好人 我 不懂你少教训我 被夜袭的这几名工作人员 全部被关在了城外的一个驾校里 没有马其名的同意外界 任何人都进不来 看着你们坐在这 我都替你们难过 真该让你们照了镜子 看看自己的脸 本来应该是一张张充满正义 充满威严的脸 马其名讯的这一番话太解气了 随后让田秘书美人给他们发了一张表 总共分成四栏来填写 第一栏填写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后面有酗酒赌博不良男女关系等等 触犯了哪一项在后面画上钩 第二栏 犯过几次 有一次有若干次 如实打钩 第三栏 这么做直吗 对了几次 关键是最后一栏 你能保证 以上锁田属实吗 拿什么来保证 面对这种情景的安涛是一脸猛逼 也知道自己马上就完犊子 可后面的王正茂心态倒是还不错 这最后一栏怎么填呢 完了 这次是死定了 说啥呢 我问你怎么填 我知道怎么填 别说话自己 这是一份纪念品 我得亲手交给你 童总 你这是干什么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童柏山精心给吴达公铺的公安局长的路 让昨晚地区的突袭夜查给彻底搅黄了 但他还是不死心想再争取一下机会 他询问到孙市长吴达公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啊 吴达公的公安局长人选 肯定是被地区公安局否定了 孙市长通过马其名的这次行动 自己也感到了马其名还是不好惹的 他也不敢再去帮助统柏山 孙市啊 您 童总啊 像吴达公这样的人 你真的能依靠他吗 那昨天晚上 抓起来的那些人会怎么处理啊 我说童总 我劝你啊 还是管好自己的企业 管的太多了 惹恼了马其名 也是不小的麻烦 吴达公得知安涛被马其名放出来以后 就立刻让胡全力把他约到一个饭店 质问他有什么事情让马其名抓到把柄了 安涛突然想到童小牛在市场路上打杂的事 是自己出的警但是没有处理就走了 吴达公得知后瞬间雷霆大门 好你个安涛啊 你可把我害苦啊 这么大的事你居然瞒着我 我让马其名不声不响地抓住了把柄 我还能玩到鼓里呢 我哪知道马其名知道这件事 再者说了 我就是跟您说了 您又能怎么样 有童小牛这样的人在世上 真是我们当警察的耻辱 你给我闭嘴 你搂着小姐叔叔那会儿 想到耻辱了吗 可是我现在觉得可耻 好了 那我就撤你的职 其实安涛还是有良知的 他一直在吴达公的手下也是被迫无奈 这次是唤醒了自己的良知和吴达公叫上班了 称想撤就撤吧 自己早就不想干了 好 你就这么报答我呀 啊 你这个白眼狼 滚 别滚 安涛从吴达公这里摔桌子走人以后 就找到马其名坦白了一切 称这些年确实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接受组织上对自己的任何处分 但是希望组织上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和过去一刀两断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你有这个态度很好 这是改正错误的基础 但我希望你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表态上 而是要落实在行动当中 您放心 我一定用我的实力行动来证实我自己 从此以后 安涛就成为了马其名的卧底 把他安插在看守所里成为了一名普通御警 秘密侦查潘财章的违法乱纪现象 这边的吴达公也露出了险恶的一面 他对马其名的态度也强硬了起来 里面还夹杂着一些威胁的话语 林克这个地方太复杂 什么人都有 我最近就听到了一些谣言 说是你反对我当剧长 所以借这次督查行动整我 林克这个地方太复杂 我最近就听到了一些谣言 说是你反对我当局长 所以借这次督查行动整我 吴达公的激将法令马其名措手不及 他犹豫了一下反问到吴达公相信这些谣言吗 吴达公呵呵一笑说当然不相信了 趁此机会马其名当众表示 自己来林河之前没有和任何人接触 更没有掺杂着个人恩怨 为什么要阻止你吴达公当局长呢 这些人说是你想安插自己的亲信 随后马其名呵呵一笑说有这种说法就太离谱了 称自己在林河无亲无故两眼一抹黑 地位不允许自己带一兵一族 是只身一人来到林河上任的 就连秘书都是势力给派的 自己能有什么亲信可言 所以说谣言就是谣言总能不攻自破 马其名也深知吴达公这次来的用意 他既然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 自己也敞开心扉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称自己来林河立足未稳 目前最需要的是工作能力强 上下关系融洽的人当局长 他们两人这次谈话其实就是在互量底派 不过吴达公显然不是马其名的对手 吴达公的这番话也让马其名抓住了把柄 马其名反问到他能有这种想法就太狭隘了 地区政法委举行的这次行动 并不是单独针对林河的一个地方 而是全地区的统一行动 如果非要把它看成是针对个人的 那就真要好好想想自身的原因了 如果自己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不管什么样的行动都不会被打倒 地区政法委通过这次行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不要怪别人也不要觉得委屈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 吴达公以为手里是一副好牌 结果让自己给打了个戏巴烂 被马其名队的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 林河不是你我的林河 也不是上边某些人的林河 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 群众的眼睛里不揉沙子 我说你别再抽了行吗 呛死谁了 我就抽 你少管啊 你吼什么呀你吼 是你把事情做错了 你瞅我吼什么 你害得我去求人 我 我磨难死了 你还有完没完呢你 你瞅我得什么眼呀 我说错了吗 我真的是不明白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混的 这么不开窍 你开窍啊 你爹那些关系从哪儿去了 你嫌我蠢啊 自己到外面再找一个去 吴达公运做了大半年的公安局长 结果让马其名一次突袭行动给泡汤了 他明知道是马其名故意在整他却无力反驳 导致憋了一肚子气只能往老婆身上撒了 一直对陶石案有质疑的马其名 从卷宗中看到一个关键人物猪旺子 可是这个猪旺子从看守所里逃出以后 到现在为止都下落不明 他一定知道很多看守所里的内情和证据 但是他这个人失隐实现一直也不露面 宁可逃亡也不肯去自首作证 这也说明他对林河的公安队伍 是怀着极大的怀疑和恐惧的 看守所跑了一个人 这公安局不同意吗 据我所知 公安局也就是走了个刑事 田秘书告诉马其名前不久他来过一次电话 声音听上去非常的惊恐 似乎有一股黑势力正在追杀他 我是那个给你写信的人 朱广子吧 你在哪儿 咱们之前通过电话 你跟我保证过 说不跟别人说 是我举报的 这我才把信寄给你 可是后来苏子到处去告状 才把我的名字给说出来了 害得现在童小牛那帮人 满世界地追杀我 对不起 当时我太着急了 你现在在哪儿啊 你管我在哪儿呢你 你还要还想害死我呀 你不是说你会让警察把那些坏人都抓起来吗 那他也没抓呀 你觉得爱人已经病了 在地区医院呢 小姑你先来找我 这个朱广子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从小父母去世留下了他和几岁的妹妹 可是不幸的是妹妹却患上了白血病 他手里没钱给妹妹治病 在走投无路去卖血的时候遇到了小四 这儿能卖血吗 这都无偿献血了 谁还卖血呀 我妹妹生病了 我没别的办法了 着急用钱 是啊 那我帮你想想爸妈吧 来跟我走吧 这个小四是同白山的手下 也是背后贩毒网络袁小安的人 于是他就趁火打劫说可以帮助朱广子 让他去帮一个人去坐几个月的牢 事成之后不但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还可以帮助自己的妹妹救病 此时的朱广子比较单纯就答应了 还和小四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 答应他保守顶替坐牢人的真实信息 可是朱广子进入以后才知道 自己顶替坐牢的人是贩毒犯下的是死罪 又亲眼看到了童小牛弄死了逃食 这么不紧张 现在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再给我听好了 从那天以后朱广子就更加害怕了 他也担心自己会有一天像陶石一样 还把童小牛那个黑本子 偷出来藏到了后花园的草丛里面 然后他自己找了一片碎瓦片吞进去了 看守所的人员发现后 就将他带去医院抢救 当他从医院醒来以后 发现旁边有一篇法治报 上面有一篇报道是季小飞写的 然后他把在看守所里见到的一切写成了一封信 让值班的护士替他转交给了季小飞记者 朱广子从医院里侥幸逃跑以后 就去看他在另一个医院住院的妹妹 结果他妹妹房间旁边有两个穿着西装的人把手 他这才知道自己的身份被季小飞给暴露 是同白山和袁小安的人在找他 他们想找回他手里的那个小黑本子 就在刚刚袁小安得知了朱广的确切地址 然后就立刻派出独狼找到了他 这个朱广子手里有替袁小安坐牢的协议 还有同小牛手里的小黑本的私藏地址 所以他们两个老大都想办法要抓住他 这个朱广子看上去挺憨其实他还是挺聪明的 尽管他自己受到了很多的皮肉之苦 但他还能保持着一颗清晰的大脑 因为他知道如果交出手里的证据 自己的小命就不保了 于是他谎称小四是他的恩人 不见小四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独狼也无奈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让独狼万万没想到的是 朱广子会给他来上这么一手 他利用小四来的机会用玻璃片把绳子弄开了 下面的这一帮子耸包还在喝酒尽兴呢 却不知朱广子早就已经逃出去了 独狼把朱广子逃跑的消息告诉袁小安以后 袁小安上去就是一个二踢脚把他踹到了一边 愤怒地用手指着他的脑袋恐吓道 说实话独狼这个名字真是起错了 他应该救下狼 也不能怪袁小安发这么大的脾气 因为朱广子已经从他眼皮底下跑了三次了 我高看了独狼 童狼 我看独狼不能再用了 要不要把他做了 不行 朱广子又一次逃跑很快就传到了吴达宫这里 于是他连夜找到童白山催促他当局长的事 他只有当上了局长才能控制陶石案 可是童白山反倒埋怨上了他 童狼啊 在家里 我听我老婆唠叨 来到这里 我就不想再听了 我只希望你记住我替你鼎雷 捞人的时候 告辞了 哎 吴达宫一发怒同 百山立马认怂转变了态度 称这件事情自己比谁都心急 自己已经找过孙市长了 可是马其名市地区派来的他也无能为力 你说我该怎么办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马其名为逃尸翻案呢 这样的话 我恐怕保不住你们家小牛了 无拘无拘 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不进事啊 小有挫折就方寸打乱 这个同百山诡计多端阴谋多的是 他让吴达宫 给马其名来一个府邸抽薪 找个医院一躺 必是就须以退为进 无论公安局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吴达宫撂挑子啥也不管 然后自己找人再闹出点动静来 看他马其名到时候怎么收拾 到那时候他马其名不用八台大轿来请才怪呢 他也只能乖乖地把你吴达宫送上局长的宝座 可是马其名要复查陶氏案怎么办 你人都不在 他找谁查家 来来 喝茶 你现在要做的 给他来个府邸抽薪 对 彼时就须 以退为进 你找个医院这么一躺 啥事不管 我在这边闹出点动静来 看他马其名怎么收拾 到时候他不用八台大轿把你抬回来送上局长宝座 那才叫怪 吴达宫听到这个妙计以后暗自窃喜 但他却没想到的是 这一个点子彻底地让他和公安局长无缘了 吴达宫回到家里也遭到了老婆的反对 他的老婆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劝他不要这么盲目地做出决定 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把地区公安局都给得罪了 我要治病 我得罪谁了 他总不能不让我治病吧 好了 放心吧 这招肯定管用 吴达宫的牛脾气又上进了 已经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了 他反倒觉得这个办法是最近的路 第二天 吴达宫就找到了马其名请病假 马其名听到请假以后也是一脸质疑 因为他刚刚收到地区公安局的通知 要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一次大练兵行动 在这个结果眼上 吴达宫又要撂挑子不干了 吴达宫故意把胡权里这个草包推荐上去 让他目前主持公安局的日常工作 这样也可以和他以前的工作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吴达宫撂挑子的这几天中 吴达宫策划了一起重大盗窃案 以治安环境不好给马其名施加压力 你看这么长时间 公安局群龙无首 我正担心再怎么下去 公白还会出大事 这个我们会尽快解决的 关于盗窃案 您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吗 那我向您详细做个汇报 随后 吴达宫又连续策划了几起案件 闹得临和老百姓员心惶惶 原书记也叫来了马其名施加压力 这两天发案率一下子上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 公安局在这方面 怎么这么迟缓 是不是领导层的能力问题 孙市长这边也没有闲着 也跟着施压 他拿出了 凌和政协经企界 50名委员的联合提案 要求尽快确定 凌和公安局长人选问题 把外界所有的压力 都压在了马其名的头上 实在不行的话 把吴达宫请回来 你解采美之急吗 好 我会认真考虑的 马其名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处境 但他绝对不会去请吴达宫回去的 于是他想到了提前退休的老局长 秦莫出山 可是秦莫一眼就看出了吴达宫的阴谋 吴达宫绝不可能是阴病疗条的 他是在玩拳术啊 其实目前秦菊还是不相信马其名的能力 因为他知道铜柏山一帮子人的势力很大 他不回去上任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上一任政法委书记车光远的出事 车光远书记是一直支持他复查陶石案的 结果还没有开始查他自己就被调查了 从那时候开始秦莫也看透了人间百态 所以就主动提前退休离开了公安队伍 第二天马其名让曾浩去找李春江 让他回去主持目前的公安工作 可是又一次遭到了他的拒绝 吴达宫听了铜柏山的话 料挑子不干了 李春江因老婆住院也请了病假了 就剩下一个胡权李在这丢人现眼主持工作 这个胡权李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刚开始主持工作说话就阴阳怪气的 他立功心切找到老黑来要人 因为他知道这几起盗窃案都是老黑策划的 称只有让铜白山献出两个人 自己主持工作才有成就感 才能把这个公安局长做得住 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谁让你做得住了 你要是做住了 吴达宫怎么回来啊 这个胡权李还真以为自己是当局长的料 其实他就是铜白山的一颗棋子 说不好听的就是他们手下一只狗而已 称自己当摆设太窝囊了 你窝囊就对了 你越窝囊 吴达宫回来的越快 你才能保住饭碗 这个胡权李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 称自己要是在公安局里一事无成 马其名再把自己给撸了 吴达宫又没有回来那怎么办啊 这是你操心的事吗 想怎么做干嘛呀 这 第二天 马其名亲自来到公安局检查工作 这个胡权李看到马其名来视察工作 自己手忙脚乱紧张的语无伦次 汇报的都是马其名曾经说过的话 这些我说过的话 你就不要再重复了 说你们自己的 此时的胡权李是一脸猛逼不知从何说起 因为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 也不知该如何去准备这些事情 面对马其名的质问是一问三不知 随手从桌子上拿了一份刑侦的材料来执行公事 马其名看到材料以后反问到他 难道你们局里就没有一份统一的计划 还没有 此时马其名已经是怒火中烧 急得在屋里是团团转 因为马其名早就再三嘱咐过他 让他组织一个领导小组来完成大练兵的工作 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什么也没办成 这几天呢连续发生了极其大案 我们都在忙于破案 顾不上练兵的事 马其名强压怒火让他汇报案件侦破情况 可是这个胡权李还是一问三不知 手忙脚乱地拿出了已经汇报过的材料 马其名的小豹脾气终于爆发了 可是现在也没有合适的公安局长的人选 于是决定再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继续让这个草包主持着公安局的日常工作 那胡权李是怎么的事 他是怎么立的儿童 这吴大公 诚心把这么一个扶不起的阿哥放在颜导的位置上 我们是百姓集团的 哦 放心吧 不简单了 这吴大公 诚心把这么一个扶不起的阿哥放在颜导的位置上 马其名深知吴大公让胡权李主持工作的用意 但是眼前也没有合适的局长人选 也只能把自己分身两边跑了 因为就在吴大公短短请假的几天里 林河就出现了几十起治安案件 虽然这个胡权李忙的是手忙脚乱 但由于他自己的工作能力有限 治安案件还在持续地增加 马其名也没少挨市里领导的批评 他在给公安局召开的全体会议上 向干警们指出了几项新的破案规划 可是这个胡权李一点主见也没有 就知道低个头傻傻地记着笔记 就连一个普通民警小马都看不下去了 胡权李也见状拍了几句马其名的马屁 称自己一定按照指示完成任务 不过会议结束以后 他立马就找到小马给他小鞋穿 我问你 你又不是专案组的负责人 刚才在会上起什么轰啊 谁让你跳出来表什么态啊 我当时要再不表态啊 马书记会怎么想 他肯定觉得你胡局手下都是一帮糊涂蛋 本想我这机器表现还能唠一表扬 得 没唠着好 你让我表扬你什么呀 我就问了你一句 你还没完美了啊 这个胡权李还真把自己当成局长了 在局里整天牛哄哄的见谁训谁 就连同白山说的话也不放在眼里了 称如果按照马其名的思路走 前面老黑策划的那几个案子肯定要出问题 同白山表示那道不用担心 就是马其名在聪明能干也是冲掉案子去的 那是我对付的好啊 马其名劈头盖脸的提了一堆问题啊 我使出浑身的本事 那可真是兵来将挡 水来吐屯 所有问题啊一一化解 你就吹吧 你要是真有这本事 这林柯还搁得下你 你什么意思啊 同白山及时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其实同白山太明白胡权李的能力了 也没有打算让他帮什么大忙 决定趁此胡权李还在主持工作 借用他的权力走私一披白面 可是眼看巡警就要开箱检查了 这个胡权李还没有到 吓得老黑是出了一身冷汗了 还好关键时候胡权李赶到了 他谎称自己车坏了来晚了 郭队长 怎么回事 我们正在检查车辆 我们是百山集团的 哦 百山集团 放心吧 不检查了 没看见是百山集团的车吗 那他们走吧 连他后面走车 放心 你踩过来 车泡忙了 临时换了个车 吓了我一身汗 方书记 方书记 我这也是执行市委领导的命令啊 哪个市委领导的命令啊 马其名因公安局没有局长的事整天彻夜难眠 他又一次打通了李春江的电话 可是李春江还是以照顾老婆为由 拒绝了马其名的请求 不得不说这个李春江太不分主次了 如果他站在一个家长的立场来说 他的确是一个好老公好父亲 但是如果站在一个公安局长的角度来说 就这样儿女情长优柔寡断 怎么能保护好全市的人民财产安全啊 李春江的这次拒绝出任局长 也让马其名对他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于是决定去找老局长秦莫出山 他为了能够让秦莫没有理由拒绝出任 马其名找到了地位的一把手同书记 向他要了一支上方宝剑给了秦莫 秦莫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回去再干一场 但是他有个要求 就是目前还不想回到公安局 而是在后方秘密地做侦查 马其名听后一脸的质疑 随后秦莫拿来了你大堆的举报信 马其名看后拍桌子大怒 真是不敢相信 一个看守所竟然屡次发生欲罢 打伤打残人犯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欲罢竟然以此为乐 还不受到惩罚 其实秦莫在职期间就发现了这些问题 也给市里的领导汇报过这些材料 可是市里领导以发展经济为由抛在了脑后 而且还不断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和警告 车书记就是被这种压力给压倒的 车书记他曾经说过 就是自己户上这顶乌纱帽也要把黑幕给掀开 结果还没有掀开自己就被纪委给带走了 如果说光是公安局内部 有那么几个蛀虫 有那么一股势力 他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气候 这也是秦莫不回局里的原因之一 因为灵河的上层领导情况复杂 如果想要查个水落石出 就必须要避开一些人暗中撒网 好 秦军 就听你的 我配合你 马其名在回去的路上接到了原书记的电话 称苏子告状已经被带到公安局了 马其名回来看到一个弱女子靠在椅子上 小豹脾气瞬间就被点燃了 谁让你们给他杀手告 我这也是奉命执行任务 马其名让手下把靠子打开以后 苏子就拿着状子跪在了马其名面前 马其名急忙把苏子扶起来以后 可是他因体力不知晕倒了过去 然后马其名立刻让锦花去叫救护车 你干的好事 马书记 我这也是执行市委领导的命令啊 哪个市委领导的命令啊 马书记 来了 方书记 快进来 方书记 来 快叫救护车 你干的好事 马书记 我这也是执行市委领导的命令啊 哪个市委领导的命令啊 虽然胡权里没有说出是哪位领导 但是马其名已经想到是孙市长了 随后他带着怨气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今天这个会我开不了了 我来请个假 原书记也看出了马其名的异常表现 于是也急忙跟着出来探个究竟 可是此时的马其名已经是怒火中烧 当然也没有给原书记好脸色看 称自己心情不好怕影响会议的进行 还是为了苏子的事 不是已经处理完了吗 没那么简单 您先去开会吧 等会后我再跟您谈 马其名的外号马大炮不是白叫的 可算终于发挥上作用了 而且还是发挥在林和老一的身上了 与此同时 苏子告状的事情也传到了吴达宫这里 他知道苏子这样一闹胡权力肯定顶不住 而且马其名肯定要复查陶石案 于是他打电话威胁到同白山 如果马其名非要复查陶石案的话 他们两个人都会迎来大的麻烦 还有朱旺子目前必须地将他灭口 只有朱旺子闭上了嘴才会平安无事 让吴达宫没有想到的是 他和同白山的电话让平平无意中听到了 这女人始终是女人嘛 她被吴达宫三言两语给骗过去了 吴达宫称是潘财硬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朱旺子是被潘财硬给利用导致的 其实平平也在为吴达宫回去的事东奔西跑 目前吴达宫做的一切违法的事他都不知情 他也一直相信自己的老公是个好局长 袁书记这边的招商影子会议开完以后 马其名也紧随气候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当孙市长看到马其名过来以后 他起身就要离开但被马其名给拦下了 孙吉海坐下以后就开始狡辩 称苏子跪在大门口又是哭又是叫 把大门口堵的是水泄不通 还招来了上百号围观的群众 导致来开会专家领导的车都进不来了 怕事态放大无法收场才采取了紧急措施 迫于无奈才叫来胡全力把苏子弄走的 当然了孙吉海的这套说辞显然是不成立的 马其名一一的都给推翻了 因为马其名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功课的 他已经提前看了苏子的监控录像 监控上可以看到围观的群众都很冷静 并没有发现有过畸形围 而且围观群众都站在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 从各方面来看都无需动用警力维护 更没有必要把苏子铐起来给他造成休克 孙吉海把责任全部推到了胡全力身上 马其名当然也不能擅自罢休了 他也替胡全力说了几句话 因为上级领导下令了他也没有办法 出了问题怪手下人也太不宫廷了吧 孙吉海被马其名对的是一无是处 但他也不能这样就认怂了 他称自己就要好好制止苏子这个女人 因为他损害了势力的形象 来开会的专家学着会怎么看 还怎么来搞零和式的经济建设 孙吉海把这么大的一顶帽子扣在了苏子头上 可是东用警力去对付一个并无过激行为的女子 这样形象就好了吧 何况苏子有那么可怕吗 他不过就是地理状子 韩韩冤 我们哪个领导出来接待一下 收下状子 事情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马其名的这句话让孙吉海抓住了把柄 随后孙吉海质问到马其名 你是灵和的政法委书记 这个案子不应该你来接吗 可当初你马其名也不是没有接吗 现在我们是帮你做事 你倒好批评起我们来了 如果当时你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 还用得着我们操心吗 是 孙市长批评的对 这个孙吉海盗打一耙正好让马其名就泼下旅 决定彻底调查陶石案的真相 但是马其名并没有声张这件事情 故意找到胡全里来了个声东击西 让他抓紧时间把大练兵的工作抓起来 然后胡全里就把这个错误消息告诉了吴达公 看来马其名没有复查陶石案的意思 他只是让胡全里抓紧时间搞大练兵 咱们真的准备回去了 第二天 季小飞找到苏子打听案件情况的时候 铜白山的人又一次来到苏子家里闹事 他们警告苏子三天之内必须滚出灵河 危急时刻马其名也来到了现场 铜白山的人来到苏子家里闹事 正好让突如其来的马其名给制止了 但不幸的是全部让他们给跑掉了 这个苏子应给丈夫讨回公道 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还因此丢了工作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铜白山的人还三番五次来撵他走 陶石案复查不管结果怎么样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今天那种事绝不会再发生 马其名回来以后暴跳如雷 因为胡全里口口声声说陶石案是铁案 要不是马其名今天亲眼所见 还不知道被胡全里给瞒到什么时候呢 他们竟敢在关天化日之下迫害申诉人 马其明至问到胡全里 既然案子没有被判错苏子没有冤屈 那为什么要害怕申诉人说话呢 可是这个胡全里还在不停地狡辩 称自己有些情况也不太了解 也就是从这事开始 马其名预防内部干扰决定秘密调查陶石案 就在这时候李玉向秦莫传来一个好消息 称铜白山的手下小四被抓到了 已经把他带到了凌晨的一个宾馆里 可是虽然把小四给抓到了 但是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什么也不交代 第二天老黑也得知了小四被抓的消息 因是在秘密抓捕 他也不知道被关到哪里了 老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童小牛 随口把小四被抓的消息透露给了他 因为童小牛知道抓小四的警察礼遇 他得知后情绪非常的激动和嚣张 非要出去打电话找李玉算账 老黑最终也没有能拦住他 晚上童小牛把李玉约到了一个酒吧里 还是装作一副嚣张的模样问到李玉 多大点事赶紧把小四给放了吧 干嘛动不动就抓人了 李玉能惯着他吗根本就没有理他 长耳朵了没有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给我玩心的是吧 我怎么饶不了你 这个童小牛真是一个坑爹的火 还真是把自己当成灵和的老大了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是三进攻了 童小牛被抓后把老黑也吓坏了 慌什么 没成过事 此时的童百山最担心的并不是小牛被抓 因为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生意上的事情 童百山目前最担心的是被抓的小四 这个老黑就知道是被李玉带走了 关到哪里了 目前他也不清楚 你就是个木头 平时就知道虎家虎卫的 小牛被关在南城派出所 小四也有可能关在那 你去那打听打听吧 快去 正当老黑去城南派出所的时候 胡全理也急忙向童百山来汇报了 他称李玉这个人性格比较特殊 他根本就不买自己的账 胡全理从李玉那里了解到 这次童小牛不但但是袭警的问题 还有其他更严重的事情 我现在最着急的是小四的下落 肯定不在排出所 下落不明 我再想想办法吧 这边的马其名决定把童小牛转移到看守所 看看他这次还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招 晚上马其名叫来了两个月前独职的安涛 决定让他去看守所做一名卧底 判所 这是我的调度海 民警安涛 前来报到 从现在开始安涛已经成为了一名狱警 主要作用就是秘密调查看守所存在的问题 这个人是景山公安局的一名刑警叫刘东 也是马其名故意安排到看守所的卧底 因为他的舅舅彭总是马其名的朋友 正好彭总和童白山也是生意上的朋友 所以他就找到童白山帮忙给弄出去 从中找到潘财章的违法证据 马其名为了查清看守所的问题也是煞费苦心啊 潘总 听童总介绍 您这能找人顶替服刑 我们这才费了老劲把流动转到您这来的 您看 潘财章呵呵一笑称这是说起来容易 要是真办起来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好多个渠道都需要打通 彭总瞬间明白了潘索的意思 随手拿起来一个小黑蹄包放在了童白山的面前 称自己还有其他事情就离开了 不是我不想办 实在是现在上门风声太近 尽力 尽力 刘东来坐卧底之前也对看守所有了解 他口中说的这个高压室可不简单 那可是一个像宾馆一样待遇的房间 安涛向潘财章反应以后他立马就慌了 什么高压室 这里没有 潘财章谎称刘东脑子一定出了毛病了 让安涛别听他瞎说去忙去吧 安涛走后潘财章愤怒地叫来了王正茂 潘财章这个人警惕性还是挺高的 因为他知道刘东这个人来路不明 在没打听清楚之前不敢盲目地做出决定 然后他警告到王正茂 无论童柏山提出什么要求都不能答应 童小牛被转移到看守所后 他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再压犯人纷纷上去伺候他 只有一个人刘东坐着纹丝不动 让他没想到的是刘东已经顶替了他的位置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就是伺候他来着吧 随后童小牛上去就挑衅刘东 不过这个刘东根本就没有正眼瞧他 继续命令小五去服侍他 这个刘东可是一名特种兵出身 他三下午初二就把童小牛给拿下了 童小牛 刘东 出来 安涛把他们叫出来门口以后 首先是劈头盖脸的教训了一顿 随后这个童小牛也提到了高压室 安苏 干脆你把我关进高压室得了 你说什么 就在这时候副所长王正茂赶来了 及时阻止了安涛的继续追问 因安涛是带着马其名的任务调来的 也想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高压室是什么样子 他找到潘财章提出了一个建议 称如果他们再这样继续打下去的话 把事情闹大了那就不好办了 我心里有数 这事闹不大 潘财章拒绝了安涛的建议以后 安涛就找到了马其名汇报 然后马其名就找到彭总给潘财章施压 催促他尽快找个人把刘东顶替出来 可是这个潘财章还是比较谨慎的 他谎称最近风声比较紧不好办 上面已经有人跟马其名打招呼了 你就办你的吧 得先找好愿意顶替的人 只要找到这个人 才有下一步 找人的事 得咱俩一起想办法吧 来 哎好好 干什么呀 倒什么 自从刘东以卧底的身份来到监视以后 童小牛就经常地被他欺负挨打 安涛见状就立刻通知了潘财章 但是潘财章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 随后安涛接着提醒到潘财章 称童小牛可是童白山的儿子 如果出了事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他的儿子怎么了 同样也要接受教育 同样也要认罪伏法 好好好 第二安涛知道胡权李肯定会透露给童白山 果然这个胡权李上了安涛的计策 转眼就把他们老打架的消息告诉了童白山 老打架 潘财章干什么吃的 他怎么不让小牛住禁闭室 这个潘财章不行 我得找他去 随后童白山就立刻叫来了潘财章 质问到他童小牛现在关到那里了 此时的潘财章不相信消息会被泄露出去 故作镇定地说把童小牛关在禁闭室了 你 您 您听到什么了 你紧张什么呀 童白山并没有当面揭穿他 而是换了一种威胁的语气说道 你也是有儿子的人 这个潘财章也是一位有个性的人 他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虽然心里有些害怕 但他也没有去办这件事 只是把刘东一个人调到了高压室里 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他们再次打架 这就是高压室 这哪算大牢啊 别问那么多了 一般人还进不来呢 可是童小牛得知刘东被关在高压室后 他就开始不停地闹腾而且还绝食了 称不把自己和刘东关在一起就饿死 随后安涛又一次把消息告诉了潘财章 那好 既然他愿意和刘东关在一起 那就把童小牛也弄高压室去 潘财章 真有高压室啊 哦 高压室就是单独关押悬疑人的地方 让他们认识自己的问题 有利于反省 好好改造 安涛把童小牛带到高压室以后大吃一惊 他也终于把高压室的问题查清楚了 随后就立刻告诉了马其名高压室的真实情况 马书记 我们已经抓到小四了 我让他们连夜屠上 好 小四是童白山和袁小安贩毒网络的人员之一 童白山得知小四被抓以后惩惶惩恐 因为小四知道他们的秘密太多了 一旦他要是被公安局人员给突破 童白山整条船上的人就完犊子了 目前公安局主持工作的还是胡全力 童白山立刻叫来他讯问小四的下落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胡全力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马其名为了防止内部有干扰 已经提前做出了准备 秘密地把小四关押在林县的一个宾馆里 童白山看到这个草包胡全力帮不上忙 于是找到了袁小安去找袁书记帮忙 因为袁书记是袁小安的亲叔叔 可是袁书记为人正直当场就给拒绝了 叔 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我旁的事你也不管啊 袁书记拒绝了袁小安以后 他就立刻找到了童白山汇报 可是目前童白山最担心的事 就是把小四给捞出来了也会被警察给盯上 那你的意思是 把他直接给做了 随后童白山又一次叫来了胡全力 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 胡全力为了这一大笔钱正常工作也不干了 整天秘密跟踪着李玉去寻找小四的下落 还果然让这个草包胡全力给找到了 童白山得知后就找人扮演了一场调虎离山计 找了两个人故意在宾馆走廊里吵架 李玉和曾浩听到动静以后就出来劝讲 结果小四就趁此机会跑出去了 当小四看到是独狼以后他害怕了 因为他知道独狼一直想要杀他 正好这时候李玉和曾浩也跟了出来 他在危机时刻也只能上去车了 童白山的手下人就没有办成过一次漂亮的事 又一次让小四从他眼皮底下逃走了 这个小四连夜跑到了自己的相好御婴家里 老许长 小四跑了 他是从窗口逃走的 有人把他接走了 当时正好有两个顾客在楼道里 老许长 小四跑了 他是从窗口逃走的 有人把他接走了 当时正好有两个顾客在楼道里吵架 立刻突击审查这两个人 可是这两个人根本就不知情 他们都是老黑花五百元钱雇的 所以李玉从他们嘴里没有得到任何的线索 这个小四因昨晚独狼要做掉他 也让他对同百山提高了警惕 老黑 昨天晚上你们想干嘛 你心里清楚 小三 你误会呢 老黑还在极力地替毒狼做解释 称自己已经把毒狼给收拾了 劝小四抓紧回来 可是目前小四已经对同百山失去了信任 小四和同百山闹掰以后 同百山更是寝室难安 因为小四知道他们的违法事情太多了 而他养的这一群废物没一个能办成事的 这个狐犬里更是一个大草包 他在跟踪李玉的时候还被发现了 这个潘财章曾经和玉英有过一段恋情 其实潘财章这个人还不算太坏 他和玉英分开也是为了他好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违法了 怕连累到他 玉英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说 不要跟小四来往 你管得着我跟谁在一起吗 可是玉英目前还在记恨着他 根本听不进去潘财章的劝道 玉英走后 潘财章就打通了康永胜的电话 这个康永胜目前是一名刑警 不过他目前已经被潘财章给收买了 潘总 给我盯住一个叫刘玉英的女人 可是让潘财章没想到的是 康永胜让同百山也给收买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百山 是我 你要找的那个小四 很可能跟一个叫刘玉英的女人见面 好 你听见 找机会就做掉他 同百山为了给康永胜做掉小四的事件 他让胡全里召集全局所有人员回去学习 来以此干扰曾浩和李玉对小四的抓捕 搞什么名堂 现在让我回去学习什么文件 我也说说同样的信息了 情局一下子就猜到了胡全里的用意 然后他立刻汇报给了马其明 马其明分析既然对手已经察觉到了 决定让情局上任局长掌握大局 刺激一下对手的神经让他们转移注意力 情局啊 你怎么说来就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吧 情局一上任 什么 老秦偷出山了 随后胡全里还向吴达公汇报了新情况 称情局这次回来有了大的反转 态度和原来大不一样了 以前他说话做事都是含含糊糊 现在变得可厉害了 倒是像当年那个刑警队长又回来了 其实情局这次上任是故意让他们放松警惕 根本就没有提小四合陶石的案子 就在这时候萍萍从外面回来了 他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这时候胡全里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吴达公说自己病好了现在就回去 可是萍萍倒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吴达公这时候回去的话 就好像是舔着个脸跟人要犯死的 此时的吴达公本人也没有了主意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其实萍萍分析的也有些道理 因为现在局里就情没一个人 李春江还因老婆住院请着假呢 局里上上下下的事他忙得过来吗 到时候就会主动请你吴达公回去了 吴军 局里还有我呢 就你 老金头不过就是拿你当个摆设罢了 虽然这个胡全里是个草包 但他好赖话还是能听出来的 还耍上脾气抬屁股走人了 你看我干嘛呀 你的那个童总呢 这个料挑子搜主意不是他猪的吗 随后吴达公打通了铜百山的电话 首先铜百山又一次给吴达公画了一个大饼 称秦墨这次回来就是一个过渡 自己已经向势力反应了 过不了几天就会请你吴达公出山 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 你就放心吧 第二天李春江得到了小四的消息 让李玉立刻去调查一下刘玉英这个女人 并且再三嘱咐她这件事不要告诉情局 刘玉英一口咬定称不认识小四 不过李玉走后刘玉英就立刻告诉了情局 为什么李春江再三嘱咐李玉不要告诉情局呢 因为刘玉英的父亲和情局是非常好的朋友 在他去世之前托付情局一定要照顾好他 可是情局因为工作原因并没有照顾好 所以情局一直对刘玉英有愧疚之心 到了晚上小四把刘玉英约到了荒郊野外 刘玉英把小四辣家的身份证给他送去了 就在小四要离开的时候 童百山的人出现了准备 童百山在策划这次暗杀小四的过程中 刘玉英也不幸挨了一棍子受了重伤 小四也在混乱之中扔了一把匕首跑掉了 我去询问了刘玉英之后 情局很快就知道了 还训了我一顿 我去找情局谈谈 马其名找到情默以后 情默就向马其名说明了和刘玉英的关系 这个刘玉英是情默战友的女儿 在刘玉英父亲临死之前 嘱托了情默一件事情 就是让情默把他的女儿刘玉英照顾好 你对刘玉英跟小四关系怎么看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他怎么可能跟小四走在一块呢 就在这时李玉打来了一个电话 说刘玉英昨晚被打伤的情况很严重 而且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个匕首 和当初扔向李春江家的匕首特别相似 后来经过技术鉴定匕首上的指纹是小四的 怎么说小四确实到过现场 是的 我想去搜查一下刘玉英的家 我同意 这个秦默刚才还和马其名信誓旦旦的说 小四绝不可能和刘玉英有任何关系 结果打脸就是来得如此之快 技术科经过在刘玉英的家里的勘察 在他家里提取到了小四的多枚指纹 并且还有体液和毛发等等 这说明小四和刘玉英有非常密切的交往 看来小四是真的没有离开灵河 至少在昨天夜里之前他还在灵河 昨晚上暗杀小四的行动是康永胜找人办的 康永胜这个人并不是想真心给铜柏山办事 说白了他就是想要一笔钱 他告诉铜柏山谎称已经把小四淡掉了 实际怎么处理的 扔溪水河了 溪水河哪一段 同总 你是不相信我吗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好好好 很快就把钱打到你的卡上 到现在为止突然感觉这个铜柏山太可怜了 养了一个毒狼和老黑还有胡权李 钱倒是没少花 结果什么事他们都没有办成 后来又养了一个公安局内部的康永胜 结果他又是一个只认钱不办事的主 但是铜柏山目前还是相信这个康永胜的 他为了能干扰干警们对小四案的侦破 他让孙市长叫来马其名给他施压 因为铜柏山心里特别清楚 只有把秦末换掉让吴达宫上任当局长 他们这一条船上的人才能平安无事 马书记 你这么力挺秦末 说实在的 当初我就不赞同你这个决定 知识群局尽快破案 是当我之一 这还是看射所吗 简直是废窝 马其名下定决心要正面接触潘财章 想稳住他让他放松警惕露出来马脚 首先马其名对潘财章的工作做出肯定 也对他目前的管理形势给予了高度的表扬 潘总 这一圈看下来 感觉你们工作做得很不错 监局管理很有水平 很快铜柏山就得知了马其名考察的消息 因为他的儿子在号里天天被刘东欺负 想趁此机会让潘财章把他的儿子弄出来 这事你不能不管啊 这要是让彤总知道了 还不把你啊 把我怎么着 你弄清楚了 我是看守所所长 不是你们彤家的看门狗 潘财山听到了老黑的汇报以后并没有生气 他目前最担心的却不是自己的儿子 而是觉得刘东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找到彤总让潘财章尽快把刘东弄出来 想把刘东留在自己的身边使用 因为潘财章早就收了彤总的好处费 我听说刘东在里边跟童百山的儿子打得没完没了 这早晚要出事啊 你还是想办法尽早把他弄出来吧 是不是还需要打点呢 哎不是 其实彤总也是马其名找来的卧底 随后潘财章就找到了检察院副检察长向本贵 催促他赶紧把刘东的事情给办了 向本贵也爽快地答应了潘财章的要求 潘财章回到所里就立刻叫来了王正茂 那个顶替刘东的人找好了吗 他们几天后就把刘东给弄出去了 与此同时袁晓安得知了朱旺子的下落 他让独狼这次一定要把朱旺子干掉 千万不能让朱旺子再跑掉了 这个独狼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顺利地又一次让朱旺子侥幸给跑了 此时的朱旺子也过够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晚上跑到医院找到了李春江自首 朱旺子把在看守所看到的一切都交代了 他亲眼看到童小牛指使人给陶石喝尿 最终陶石在极力反抗中给折磨死了 但是狱警把童小牛叫出去就简单地询问了一下 就确定了陶石是自杀身亡 童百山经过多方面的渠道打听 确定朱旺子已经落到了警察的手里 他深知如果朱旺子交代了童小牛的杀人过程 警察很快就会找到潘才章调查此事 他为了死无对证决定对潘才章下手 随后童百山告诉独狼 潘才章每天上班都是自己走路的 这可是个好机会一定不要再出现差错 没成想增号早就做好了准备 提前把潘才章保护了起来 他自己充当了潘才章的替身 这个独狼果然又一次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都跟我说了 干得漂亮 可我觉得不大对头 我刚才去医院打听了一下 没听说有被车撞的人送去抢救 你的意思是 潘才章有可能没死 八成是这样 快去查 潘才章已经被带到了一个秘密的审讯地 马其名为了防止本地公安内部的人员干扰 以南平警方的名义对潘才章进行了审讯 可是这个潘才章已经在看守所干了15年 他对审讯这一套比过日子都熟悉 再说了他又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想从他口里找到证据比登天还难 马其名分析如果不用点特别的办法 潘才章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于是决定对副所长王正茂执行双开 因为看守所里的所有的问题他都门清 马其名想从王正茂的嘴里得到有利的线索 很快潘才章就得知了王正茂被双开 这个潘才章又不知道被谁带走了 他立刻叫来了胡全理和老黑讯问 潘才章不见了王正茂被双规了 这绝不是巧合了 巴掌大个林河 谁带走了潘才章都弄不清楚 你们干什么吃的 同百山养的这一大群废物 到关键时刻没有一个能帮上忙的 也不怪同百山他这次发这么大的火 与此同时 老黑告诉了吴达宫公安局内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可是他一手提拔的胡全理却什么也没汇报 这个胡全理确实是翅膀硬起来了 人走茶凉在胡全理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谎称自己刚刚才知道还没来得及说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问你 秦莫对王正茂双规 你为什么不提出反对意见 这点上胡全理确实是提了反对意见 虽然他目前是主持公安局的日常工作 但是秦莫和李春江一直就没把他当回事 再说了王正茂在看守所扩建工程的事情上 手脚确实是太不干净了 已经让马其名和秦莫抓住了短处 他自己也实在没有理由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你傻呀 秦莫他们这是罪翁之意 不在酒 他们是借这个事情整盘成所 真要是这样 那我也控制不了啊 说你不行吧 你还不服气 其实吴达公也深知胡全理是个大草包 当初提拔他的时候就没有指望他办成大事 于是吴达公交代了他一件小事情去办 让他必须把潘财账的下落打听清楚 李春江在进一步审讯朱旺子的时候 他交代出了自己为什么会去坐牢的原因 原来他是为了给自己妹妹看病 他因手里没有钱决定去卖血换钱 就在这时他正好遇到了不怀好意的小四 这个小四灵机一动答应给朱旺子想办法 他让朱旺子去顶替一个人去坐牢 还欺骗他只要坐三五个月就能出来 事成之后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给妹妹看病 目前这个朱旺子为了给妹妹治病 傻乎乎的什么也没想就答应了他 还感觉自己遇到了贵人连忙磕头感情 你替谁做的了 这个我不太清楚 后来朱旺子还给小四写下了保证书 答应小四在牢里不乱说话 如果自己反悔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 就在这时小四的上司原老板出现了 朱旺子这才明白让他顶替坐牢的就是他 我后来在看守所 从童小牛的嘴里得知 袁老板就叫袁小安 与此同时 曾浩也查出了一直追杀朱旺子的人 正是朱旺子替他坐牢的总经理袁小安 而这个袁小安正是袁波书记的亲侄子 要是在景山啊 袁安公司只可能有一家 袁小安肯定跑不了 随后李春江连夜把情况告诉了马其名 马其名得知后非常的不可思议 有证据 没有直接证据 但是有线索 一定要解释 后来曾浩就对袁小安展开了全方面调查 袁小安明面上是在做建材生意 其实他是在做跟毒品相关的事情 李春江分析这件事情可能和袁书记有关联 李春江听了马其名的一番话后 觉得目前还不应该向袁书记汇报 马其名也同意了李春江的观点 决定让他继续从朱旺子身上找线索 要真像他说的袁小安跟小四搞在一块的话 那很可能在我们林河存在一个地下的贩毒网络 在医院看护刘玉英的李玉 突然看到护士拿来了一束鲜花 护士称是一位男士托他送给刘玉英的 随后李玉就急忙跑出去发现正是小四 然后他和曾浩就立刻开始了跟踪 一直跟到小四去了一栋豪华别墅里 但让曾浩和李玉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四竟然去的是孙市长的家里 李玉看到小四从孙市长家里出来以后 他和曾浩更是感觉到不可思议了 小四他竟然和孙市长也有密切关系 这件事情就显得更加的严重了 然后李玉就急忙告诉了李春江 李春江更是不敢单地急忙告诉了马其名 其实李春江也怀疑过孙极海 因为孙极海的老婆两年前搞了个专场 当时有人举报他的兄弟周生君把人打成了重伤 然后他被法院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但奇怪的是孙极海的内地并没有在牢里服刑 而是改了个名字叫杨宝贵平安无事了 还能继续在专场里搞着经营 当时政法委车书记派李春江去调查过这件事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孙极海和车书记拍了桌子 后来李春江又化妆成运专司机 到专场去取走了杨宝贵的血样 结果和商人案中周生君的血样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这一起雇人顶替的案子就可以定性了 后来潘财章也成为了李春江的怀疑对象 再后来车书记紧接着就被调查了 也导致这起商人案子就被搁浅了 李春江还在审讯朱旺子的时候得知 小四经常在杨宝贵的专场里面出现 所以李春江怀疑专场就是他们贩毒的交易点 于是马其名派李春江要对专场严密监视 正好让李春江抓住了他们交易毒品的现场 范大甘子被抓后胡权李就立刻告诉了吴达公 并且还是让李春江的人曾昊给抓走了 吴达公在老婆的逼问之下 说出了和范大甘子不可告人的秘密 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一天 吴达公在抓捕仓库里交易中的范大甘子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吴达公让曾昊立刻退出现场 他在一个秘密通道里截住了范大甘子 随后范大甘子拿出了一黑包的现金 吴达公接到后就这样把范大甘子给放走了 自从范大甘子在交易毒品时被曾昊抓捕后 他这一条船上的人全部都心惊胆战 吴达公更是首先自乱阵脚 就连佟白山这个老谋深算的人也坐立不安了 随后他找到了孙市长施加压力 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吴达公上任局长掌握大局 因为他深知孙市长对零和是投资的重要性 他谎称自己几个董事因治安不好要放弃投资 这个项目当初你是承诺过我的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我是没能力了 应该是找别人谈吧 铜白山走后又找手下人来冒充警察人员 制造了一起以扫黄击毒的名义 非法拘押了一大批来零和投资的客商 导致外商的告状电话都打给袁书记了 袁书记还把马其名劈头盖脸的训了一顿 其实这件事情秦莫也做过调查了 情况确实是属实的 他在调查中还有几个宾馆的负责人说 是市局的扫黄队抓了人家这还不算完 还给人家的家属打去了电话 把那些来零和投资的人全都给吓回去了 随后马其名就立刻打电话把李春江给叫来了 但是李春江也从来没有下过这道命令 不过他也去这几家宾馆调查了 可是宾馆的负责人也都说是扫黄队去查的 但是具体是哪个人他们又说不出来了 看来是有人不怀好意 说我们破坏了投资环境 迫使零和的领导给我们施加压力 一定是这个阶段我们的有效行动触动到了某些人 这才是关键 孙市长这边也没有闲着 他找到原书记把责任都扣在了治安方面 指责目前公安的两位领导李春江和秦莫 不抓大事只顾着抓小事情 搞什么突击检查闹得是人心惶惶啊 导致影响了投资者的情绪 这个孙市长就只顾着抓投资建设 他还是坚持认为是公安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建议原书记尽快调整公安局的领导班子 原书记也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 急忙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 孙市长当即宣布让秦莫提前退休 让吴达公接替秦莫担任公安局长的职务 殷勤莫已经查出了吴达公有违法嫌疑 他建议组织再考虑一下吴达公接任局长的决定 一个领导班子需要考虑多久 一年两年还是一个世纪 市卫组织部经过认真研究 决定提议吴达公同志为公安局局长 虽然马其名有很大的反对意见 但是面对 你刚好也不休息一下就来上班 太让我们敢动了 身体好了吗 就没有必要再躺着了 吴达公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局长的宝座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开了中层会议 首先是给曾浩一天安排了五件事情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和破案有关系的 这个李春江也被吴达公把工作调换了 他又原来主管行政改为现在主管治安了 还把他和曾浩前一段的工作全部给否定了 目前李春江最担心的事就是 怕在潘财张和王正茂交代之前 被吴达公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放了 至于潘财张跟王正茂 我会以这个案子 牵扯到南平等其他事件为由 由郑法委直接赌办 放不放任 不由事局说了算 随后马其名告诉李春江不要有情绪 虽然目前是分管治安管理方面的事情 但也有理由继续追查小四的下落 还可以继续指挥曾浩他们的行动 小四啊 你要下点狠心 必要的时候 就要下手 这个电话是佟柏山的上司福爷打来的 原来这个小四也是福爷的人 随后福爷又扭头把电话打给了佟柏山 哎呦 福爷您吩咐了 我敢不去吗 你只要听从来人的吩咐 照做就是了 不过我警告你啊 他可是我的人呢 喂 还没有说完话 福爷就挂掉了电话 就在这时老黑着急忙慌地回来了 他告诉佟柏山福爷要他去见的人 竟然是小四 小四 他不是死了吗 我也听您说他死了 可是小四目前还在等着佟柏山去见他吗 其实佟柏山根本一直就没把小四 当回事 一个小毛头孩子凭什么去见他呀 没那么简单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四哥 没想到小四都跟得那么深 那显然是福爷对我有看法了 那您还去不去见他了 不见 就在这时小四又一次把电话打给了老黑 佟柏山接到电话以后 语气立马就变了 四哥 真没想到就是你啊 这个小四摇身一变变成了四哥 但是佟柏山并没有放下架子去见他 他谎称公司有些麻烦事情走不开 随后小四奉福爷的命令交代了佟柏山两件事 第一就是一定要打听到范大甘子的下落 第二尽快除掉潘台璋和王正茂两个人 既然是小四奉了福爷之命 同白山也不敢怠慢立刻叫来了胡全力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晚上佟柏山和袁晓安谈事情的时候 佟柏山收到了胡全力的短信 胡全力告诉同白山范大甘子在红墨房里 其实曾浩已经发现胡全力有些不正常了 幸好他把范大甘子提前给转移了 也导致了同白山的人暗杀范大甘子失败 看来这胡全力问题很大 可是没有直接证据啊 还得观察 这次暗杀范大甘子失败以后 胡全力就找到了刚上任的吴达公汇报 其实吴达公最担心的人就是范大甘子了 第一他在交易现场亲自放走过他 第二范大甘子手里有吴达公致命的证据 再加上曾浩把范大甘子来回转移 导致吴达公也不知道他目前在什么位置 于是吴达公决定利用自己局长的身份 叫来李春江逼迫他汇报范大甘子的下落 对我也保密啊 这案子已经在省厅立了案了 上面有要求说要严格地保守秘密 范大甘子要是再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可吃对不起 吴达公的直接参与让李春江提高了警惕 随后他就立刻告诉了马其名这件事 马其名得知后决定先把这件事情放一放 最起码目前范大甘子本人还是安全的 他为了预防吴达公再对潘财章采取行动 决定加快对看守所存在的问题展开审讯 但是最终在潘财章这里还是晚了一步 因警察的疏忽让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报道上提到了吴达公上任局长的消息 武局又回了当局长了 他是了解我的 他绝不允许你们这么对待我 潘财章得知了吴达公上任局长以后 也增加了他的底气更是一个字也不交代了 这边的王正茂就没有那么坚定了 他在李春江的威胁利诱的情况下开了口 好 我说 但是当李春江提到陶石案的时候 这个王正茂又一次闭口不谈了 于是马其名决定借助检察院的力量 把看守所的问题成立为一个专案组 你打个派是印专案组 我准备让向本贵亲自负责这个案子 其实中检也察觉到了向本贵有问题 也正好可以通过这次调查让他原形毕露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必须老实交代清楚 不是你的问题 你也不要胡说 向本贵的一番话令王正茂毛骨纵然 第二天马其名就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什么 王正茂死了 随后马其名就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这个康永胜就是童白山的内部线人 他谎称自己没在现场不了解此事情 你们工作也太疏忽了 王正茂已经被我解决了 你认为你干得很漂亮是吗 潘财张和半打杆子还没死 福也很不高兴 他不高兴 我还不高兴呢 哟 我不跟你废话了 什么时候做掉潘财张和半打杆子 你给个期限吧 什么时候我觉得合适 我什么时候下手 老东西 你等着 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了 不过王正茂的死亡也显然可以证明 童白山这一群人已经在一个一个的毁灭证据了 幸运的是在王正茂死亡之前 他交代出童白山找人顶替孙市长内地坐牢的事 就是童白山让他表弟同三帖给找人顶替的 眼前的这个人叫李三曼 也就是他替孙市长小舅子杨宝贵坐的牢 而这个杨宝贵也在几天前被人暗杀了 目前顶替坐牢的突破口也只有找李三曼了 可是李三曼在顶替杨宝贵坐牢之前 童三帖给了他一大笔钱 并且威胁过他进去不要胡说八道 否则的话就会把他的儿子给杀掉 所以李三曼为了儿子的安全闭口不谈 于是李春江准备从他媳妇周翠花身上找突破口 目前这个周翠花在童三帖的工地上作反 他已经和童三帖发生了男女关系 李春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让锦花王雪 充当卖菜的商贩故意接近他 一来而去他们就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我已经取得了周翠花的完全信任 我觉得这个童三帖很有问题 听周翠花给我吹嘘说 他这个三叔特别有本事 没有办不成的事 于是曾浩让王雪谎称自己男朋友出事了 目前已经被林河的警察抓起来了 于是王雪就急忙找到了周翠花 谎称事成之后会给童三叔一笔钱 目前他们两个已经同居生活了 这个王雪自从跟童三帖一起生活以后 也是穿金带银过上了傅太太的生活 童三帖答应给王雪办事以后 第二天周翠花就叫来王雪和三叔见面 没成想童三帖看到美丽的锦花以后 就心怀歹意故意把周翠花响之处去 给了他两百块钱让他出去买点好菜 我一会儿再去呗 你去吧你 这个老东西看面相就不是什么好人 进屋以后童三帖这个无处安放的小手 首先是给了王雪一个苹果顺便摸了一下 随后更是得寸进尺起身就抱了上去 随后把童三帖带到了一个秘密场所审讯 不过他凭着童百山使他表哥嚣张至极 拒不交代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 称自己是一名合法的公民凭什么抓他 你敢说你是个守法的公民 对 不相信你可以问我堂兄去啊 我堂兄 童百山 所有人见他都敬他三分 我这点声让他知道了 有你们好瞧的 随后李玉并没有接他的话茬 而是直接拿出了李三曼的照片质问他 但是他还是拿出一副嚣张跋扈的样子 称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人 你们还是把我放了 我们把你抓进来就没打算把你放出去 咱们就骑虑看唱本 走着瞧吧 李春江看来在童三帖这里已经是白费功夫了 他明摆着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等着他表哥同百山来想办法救他 其实马其名也想到了这一点 决定把童三帖异地关押到景山看守所 随后李玉也是为了预防万一 他利用童三帖的手机给老黑发了一条信息 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说是去南平周岁花家 先把李三曼解决了吧 这个老黑和独狼都是个大草包 他也从来没有为童百山办成过一件事情 当然这次也不例外他又一次失手了 随后李三曼交代出了童三帖的犯罪事实 到目前为止李三曼还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老婆也被童三帖给拉下水了 当李春江告诉他的时候 他立刻就崩溃了 随后周翠花在老公的劝导下 全部交代出了童三帖的犯罪事实 但是童三帖这个老狐狸还是拒不承认 就在童百山准备对童三帖的侄子灭口时 被在暗中保护他的增号给阻止了 虎子 你真要勒死我呀 我弄什么呀 第二天李春江把童三帖的侄子带去了 他告诉他说自己昨天差点被勒死了 真勒呀 童百山早就想除掉你了 半个月前 他就想让我在撂场的电锯上给你做手脚 你是我亲三叔啊 我下不去手 童百山 你不认我也不义呀 我说 这次童三帖是彻底放弃了幻想 供出了南庭民工为童百山卖命的犯罪事实 目前经过童三帖李三曼还有周翠花 供出的童百山所有的犯罪事实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去抓捕他了 但是这个童百山是零和著名的企业家 想抓他的话那必须要经过事理同意啊 于是李春江和马其名一起找到了袁书记汇报 这个案子怎么把童总给牵扯进去了 这事可不是牵扯 童百山他根本就是个主角 是我听说别人叫你马大炮 大炮到灵河也被养了了 这个案子怎么把童总给牵扯进去了 这事可不是牵扯 童百山他根本就是个主角 是他牵扯到了别人 还是先放我吧 其实袁书记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无奈的选择 因为就在刚刚他接到了地委的一个电话 是关于对灵河经济投资建设的问题 并且还肯定了童百山集团做出的成绩 所以目前想调查童百山还不是时候 我听说别人叫你马大炮 大炮到灵河也被养了了 到底还是让童百山提前走了一步棋 他通过地委的关系扭转了局势 也把马其民打了个措手不及 现在马其民他们都慌了手脚喽 你坑我道 紧接着孙市长又借是顺势开了个常委会 在大会上宣布对百山集团要挂牌保护 威胁大家在没有经过势力的允许下 不得任何人利用执法的名义去调查百山集团 并且把招商引资当成考核干部的标准 还给马其民也强制下达了招商引资任务 警官法官检察官都去拉钱办企业 还能做到执法公正 给你们政法口的指标不高 只有三千万 正在马其民一筹莫展的时候 田秘书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叫汤如意的女人来找过他 这个汤如意原来是南平的旅游局局长 是马其民一手给提拔起来的 他很快就同意了对林河投资三千万的事情 马书记 我看这旅游的人好像很少吧 林河以前对旅游业不重视 所以咱想请你们来投资 马其民很快就顺利地解决了投资这个老大难 但他并没有对外声张这件事情 而是直接召开了一个政法委会议 把这三千万的指标分摊给了公检法司 那这样吧 要不公安局就多承担一些 给你们分配一千五百万的指标 我觉得这样行吗 应该没问题 马其民给公安局招商引资的故意拉大 是为了让他们转移注意力自乱阵脚 自己从中调查政法系统出现的腐败问题 也是给中检腾出时间调查胡全里的事情 中检回来以后决定对胡全里立案侦查 把关于胡全里经济犯罪的材料交给了高杰 并且嘱咐他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几天后高杰经过对胡全里的详细调查 已经掌握了他经济犯罪的确凿证据 随后童柏山打通了向本贵的电话 因为中检为了防止向本贵干扰这起案子 已经提前把他拍到外地出差了 胡全里被抓起来了 你怎么一点封城不透露啊 这我不知道啊 我被拍到云岭出差了 你赶快回来 好 喂 此时的吴达公向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因为潘财章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这个胡全里又被检察院给带走了 他的老婆得知后也发起了牢骚 撑以后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管擦屁股 谁请你擦了 吴达公 你是不是翅板硬了 啊 你能飞了是吗 喝什么 喝 你想干什么 你打 你打 你打怎么算了 平平的小暴脾气也瞬间爆发了 因为他整天为吴达公的事东奔西跑 到处找人脱关系为他擦屁股 到头来一个好没落招 却还对他这么凶 别哭了 你和铜白山到底是什么关系 随后吴达公说出了和铜白山认识的过程 是潘财章引荐他认识铜白山的 吴达公第一次给铜白山办事的人是叫七星 服务员说有个叫七星的关在铃河看守所 让你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你每年出国旅游 购物的费用都是他们提供的 向本贵从外地也着急忙慌地回来了 他上去就谎称检察委员会刚刚开会决定 决定胡全理这个案子由他向本贵负责 我怕他 等你点 胡全理 你别喊啊 胡全理 现在贩则嫌疑人出现了异常情况 需要晚上处理 不能交接 行 我只给你两分钟 胡全理看到向本贵要带他走 吓得是魂飞手舍都给高杰跪下了 因为他知道如果被带走肯定会被灭口 人我现在必须得带走 这恐怕不行 在我没有看到检查委员会的正式文件 我不可能把人交给你 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检 就在高杰给中检汇报的时间里 向本贵发现自己已经被暴露了 于是他急忙开着车就逃跑了 马其名得知后立刻向交警队下达了任务 对全城的路口和交通要道研密布空拦截 此时的胡权李也不再装风卖傻了 向高杰交代了向本贵的问题 胡权李交代出了向本贵的问题以后 李春江又急忙找到康永胜来证实 这个康永胜在种种证据的情况下 交代出了下毒的事是同百贵让他干的 断肠草是向本贵给我的 是同百贵他逼我这么干的 我拿过他的好处 所以他让我毒死王正帽 我不敢不听 与此同时向本贵给佟白山打来了电话 因他走得突然自己手里一分钱也没有 他这次打电话是来给佟白山要钱的 同总 快派人住 他的尸体是在吕泰镇往西的野马台上被发现 他是在出刀当夜 被人勒死之后抛尸晃眼 凶手的手法很娴熟 一看就是个老手 可以断定 这是杀人灭口 于是马其名决定先释放了朱旺子 想利用他来引同白山的人出动 这个朱旺子曾经在狱中认识了一个叫春娃的人 他也是同百山贩毒网络中的一员 此时的春娃已经感觉到了自己会发生不测 要是有一天 哥哥我有什么不测 一定要去我跟你收的那个地方 把那个东西取出来 话音刚落王正茂就把他带走了 从此春娃就被铜白山的人给灭口了 正在朱旺子去拿那包东西的时候 被一直在背后追杀他的毒狼发现了 朱旺子 毒狼 果然这个毒狼又一次没让大家失望 暗杀失败后让他幸运的给跑掉了 朱旺子找到那包东西以后 却意外的还发现了一个优盘 我主动交代 要不是我们跟着你啊 你早就没命了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包里面是五公斤的冰毒 由此可以证明毒狼一直在暗杀朱旺子 就是冲着这包冰毒而来的 这个包里发现的一个优盘更重要 因为它里面记录了同事父子在灵河 乃至整个地区和省城之间的秘密交易 还有百山集团从创业到现在 向孙吉海和吴达公的行贿记录 就他们两个人拿走的贿赂就超过了六百万 马齐明得知后称目前先不要打草惊蛇 决定继续从潘财章这里开始攻破 曾浩首先告诉他他进来之前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潘财章还是在抱有侥幸心理 于是马齐明决定攻破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让他的儿子潘华伟来劝他 可是这个消息又很快传到了铜白山的耳朵里 你马上去叮咕潘财章的家 绝不能让他们父子见面 明白 秦末在带着潘华伟回灵河路上的时候 潘华伟突然说要回趟家给他父亲拿点东西 恰巧遇到了暗杀他的人正在下楼 在外面等着的秦末也感觉到了有些异常 秦末的牺牲彻底激怒了袁淑姐 也暴露出来了黑鹅势力的凶狠程度 马齐明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析 可以确定柏山集团的老黑有重大嫌疑 他曾和凶手一起出现在过案发现场 李春江去柏山集团调查老黑时 佟柏山已经提前把老黑给藏起来了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老黑身上 称在三天前已经把老黑给开除了 我郑重地告诉你们 柏山集团绝不容老黑这样的败类 为了不耽误你们的破案 我们公司人力资源部有老黑的档案材料 可以提供给你们 佟柏山把责任推得是一干二净 与此同时杀害秦菊的人也抢救回来了 他交代出是老黑让他来零和杀掉潘华伟的 是来阻止潘财璋和他儿子见面的 秦菊是他迫不得以意外杀害的 老黑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五万元报酬 这又一次把证据指向了老黑 立刻发通缉令缉拿老黑 潘华伟见到他父亲以后说出了原情 把秦菊为了救他而牺牲的事告诉了他爸 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 爸 您什么时候能回家呀 潘财璋儿子的这一句话戳中了他的软肋 于是他交代了怎么让佟柏山给拉下水的过程 这个潘财璋大学毕业以后 就在乡派出所当上了一名治安联房员 但他的愿望是能当上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 有一天佟小牛在他的辖区内犯下了事情 佟柏山告诉他只要把佟小牛给放了 他的所有愿望都能帮他实现 后来在佟柏山的运作之下 潘财璋不仅当上了人民警察 还当上了林河市看守所的所长 就在他当上所长的一个月之后 佟柏山找到了他让他帮一个忙 从看守所里把人犯还出来 这可是掉脑里的事 你能有今天 那全靠福也和我给你帮忙啊 我没忘啊 最终潘财璋还是没敢答应这件事 两天后潘财璋在街上接到了一个电话 潘财璋为了保护儿子的安全答应了他们 可是他们从此就开始变本加厉 三天两头的不是捞这个就是捞那个 晚上孙市长又一次找到了马其明 来以招商引资的事施加压力 其实马其明早就落实好了三千万的资金 但是他为了能打着找资金的幌子 能秘密顺利地对佟白山的问题进行调查 谎称自己一分钱的资金也没有找到 这怎么行呢 前几天你们搜查白山集团反映到了上面 今天就有领导打电话过来质问我 说马其明 我如果答应了你的回报 那就是在践踏法律 我担心我的乌沙帽不忘 我不仅可以保证你乌沙帽倒带 还能升官 今天就有领导打电话过来质问我 说马其明是不是把零和的经济搞垮了 没领导说我的屁话 孙市长的谎言被马其明对得哑口无声 情局的牺牲还有多方面的调查取证 证据都指向了百山集团和老黑本人 但是孙市长还在极力地保护他们 来以招商引资的事转移警方的侦破方向 如果你玩不成招商引资指标 到时候我跟袁书记都得挨板子 其实根据目前马其明掌握的证据 完全可以对同白山本人采取措施 但是单单这些还不能将同白山置于死地 目前同白山的人康永圣和同三帖 都被异地关押了起来 吴达公也不知道他们关在了什么位置 这几天愁得同白山是寝室南安无法入眠 他决定开门见山地找马其明谈一次 然后他把马其明约在了自己的酒店里 我听说了政法委承担了三千万招商引资的指标 完成起来有困难是吧 他决定帮助马其明搞定投资三千万的事 但是他向马其明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让马其明家大对白山集团的保护力度 第二帮他把看守所里的铜三铁和胡子给放了 我如果答应了你的回报那就是在践踏法律 我担心我的乌沙帽不忘 我不仅可以保证您乌沙帽倒带还能升官 我是担心你拿什么保证自己能够平衡无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拉 没有 同白山的这部棋不但没有起上作用 反倒让马其明更加看出了他存在的问题 于是决定继续从潘财章这里寻找新线索 因为潘财章在交代的材料里 唯独没有提到马其明最重视的陶石案 我为什么没有交代陶石案呢 因为我觉得陶石的死不在我交代的范围里 为什么 因为当时陶石出事的时候潘财章出差了 当他回来的时候才得知陶石死了 其实潘财章对陶石的死也是怀疑的 你说陶石是自杀 为什么 潘苏 当时你不在是无拘亲自担任调查的 你去问他吧 随后潘财章就找到吴达公讯问 因为从事检报告上看陶石根本就不是自杀 这个吴达公当然清楚陶石不是自杀的 他目前担心的是真相一旦被暴露出去 童柏山的儿子童小牛就必被重判 那么的话童柏山肯定不会答应的 真相一旦暴露 童小牛必被重判 那童总会答应吗 因此 你我必须口径一致 就说陶石是自杀的 后来潘财章和吴达公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就这样这件事情就被隐瞒了下去 第二天 婷婷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对方称是一个自有摄影爱好者 手里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当面谈 可是婷婷以为是骚扰电话就给挂掉了 这一挂电话把对方给彻底 婷婷在黄大武的威胁下去和他见了面 这个黄大武是一位自有摄影者 他在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 他架好录像机准备拍夜景的时候 突然拍到了吴达公驾车肇事的一幕 完了 这人没叫了 你害死我了你 王什么 镇定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就在当天晚上吴达公和童白山吃完饭以后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正要回家的时候 恰好这辆出租车是陶石案的主人翁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 呦别别别 这怎么行 您喝酒了 我可是公安局长 不让我开 明天我就让交警给你开单子 你信不信 陶石在吴达公的威胁下答应了他 吴达公开上出租车以后就开启了急速模式 就在十字路口处突然撞向了一位行员 于是他们下车后发现人已经一命呜呼了 后来吴达公利用自己局长的身份 威胁陶石替他顶替了这起案子 还答应他几天后就会把他放出去 另外还答应陶石出来后给他个办公室主任干 结果陶石进到看守所以后 吴达公就让童小牛把他给杀害了 这一切都被黄大武漏得一清二楚 于是他向萍萍提出了一个条件 让他拿出二十万来摆平这件事 黄大武保证以后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 萍萍回家以后心神不定惶恐不安 无意中不留神提起了二十万 萍萍突然想到了黄大武交代给他的话 于是随便找了个理由给搪塞过去了 第二天 萍萍带着二十万和黄大武达成了交易 我们的交易成功 两清 被逼 可是几天后黄大武就变卦了 又一次打电话叫来了吴达公的老婆 称上次给她的是一盘复制的录像带 母带还在自己的手里 让吴达公的老婆再拿二十万交换母带 你给了钱 我保证当你的面 把母带销毁 而且还可以给你写个保证书 你看怎么样 最多十万 十五万 一点不能少 否则我就找别的买主 不过你必须给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好啊 几天后萍萍又一次把钱给她送来了 当萍萍交易成功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黄大武给叫住了 这时候萍萍才发现保证书上空无一字 别着急走 再坐会儿 好吗 你还想干什么 我现在很寂寞真的 陪陪我 阿世放下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要不给人 要不给钱 否则 你们家老公就等着坐牢吧 也不知道是女人太单纯 还是男人太坏 最终钱也花了还把自己给搭进去 萍萍出去以后就向吴达公请了一个假 达公 我晚上不回来了 这个吴达公的头上突然多了一顶帽子 而且还是绿色的 与此同时 马淑姐 你不要逼人太甚 董白山 我们离婚吧 开什么玩笑 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碰我 你让我觉得恶心 原来是梅涵收到了马其名的风流艳照 是同白山找人故意设下的一个阴谋 他们不仅把照片送到了马其名老婆的手里 就连地区的常委们也都收到了照片 他们目的就是被迫把马其名赶出灵河 还好袁书记还保留着一颗清晰的大毛 要整你 打你个措手不及 让我立即听你的指 展开调查 话里话外透着 我在袒护你 马其名得到袁书记的袒护以后 同白山又一次找到了孙市长施压 他谎称自己的股东又开始担忧了 因为公安局三番五次地去百山集团调查 股东们已经对灵河的治安环境失去了信心 不过这次孙市长并没有任他摆布 称这次公安局对百山集团的调查 是经过地区政法委会议上通过的 他无权干涉 目前同白山的威胁已经起不上作用了 但是这只老狐狸不会擅自罢休的 他得知今年全市的招商引资的任务完不成 是政法委的马其名拖了后腿 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马其名早就完成了四千万的投资资金 马其名已经招来一个大项目了 香港龙腾实业公司 出资四千万和是旅游开发公司 共同开发灵河的旅游事业 目前同白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他对市委市府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他看到投资一项书以后彻底傻眼了 此时的同白山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直接找到了马其名公开叫板 这次同白山和马其名彻底撕破脸了 其实马其名目前完全有理由控制他 因为马其名最担心的逃尸案还没有突破 于是决定把有最大嫌疑的同小牛给放了 从同小牛的身上找到背后的指使人 他们怎么会突然把你放过来了呢 您不知道 我在里面的时候 那李渔突然就问我逃尸怎么死的 我当时就想 肯定是季晓飞和苏子这俩 又开始看到李春江复查这件事来 我这回啊 我得让他们两个彻底把嘴给我闭死了 你现在去找季晓飞 那不正好说明你心里都有鬼吗 李春江怎么把你放过来一定是有目的的 说不定正等着你去上钩呢 李春江的计策被童白山给识破了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季晓飞是童白山的亲生女儿 目前童小牛还不知季晓飞就是自己的亲妹妹 几天后童小牛又要去找季晓飞的麻烦了 不过这次童白山的阻止却让童小牛起了反感 你敢 我就这么做了 能怎么着 站住 我今天要在这请客 请请你母亲跟你儿子 你不能这样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曾昊的这一句话让范大甘子破防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再说了范大甘子和母亲有五六年没见面了 我疯你行 只要你别让我娘我儿子来看我 我说 然后范大甘子就把问题全部交代了 其实他就是扶爷袁晓安童白山的一个马仔 当初抓他的时候那批货就是给童白山的 这个专场就是他们贩毒网络的中转站 童白山把杨宝贵从看守所里捞出来以后 就把他安排到专场来当经理掩护他们 这个杨宝贵就是孙市长的内地 后来警方在监视专场的时候被童白山得知了 他们以为是杨宝贵的身份可能暴露 后来童白山就让范大甘子把杨宝贵给做了 两个月前的一天在做毒品交易的时候 被监视中的刑警给发现了 就在这时吴达公接到了扶爷的一个电话 就这样吴达公就把范大甘子给放了 随后范大甘子还交代了一起杀人案 这个正在挨打的人是毒狼的亲弟弟 又给童白山加了一个吊脑袋的罪 经过目前范大甘子交代出的材料来看 吴达公同百山和孙吉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李春江请示马齐明 是不是应该对他们采取行动了 现在这个案子牵涉了吴达公孙吉海 要对他们采取行动 还得报警示威地位审批 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吴达公也感到了不祥的预感 他叫来李春江故意挑拨离间 把马齐明的验照做起了文章 吴达公看到李春江的态度以后 自己瞬间惶恐不安感觉要出事 于是他连夜找到童白山准备跑路 其实童白山自己已经倪菩萨过河了 哪还顾得上吴达公这个无用之人了 然后童白山连夜找到了袁小安 因为他们手里还有一批货没有出 地位的政法委书记亲自来到了灵河 坐镇指挥关于童白山贩毒网络的案子 并且给某些充当保护伞的人敲响了警钟 童书记在政法会议上郑重宣布 地位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掀开灵河的盖子 对那些明完不化企图搅混水的人绝不姑息 地位决定由地区政法委派出得力的人员 对事件展开调查 几天后黄小五又一次打通了平廷的电话 又想拿吴达公的肇事逃逸录像来敲诈 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平廷已经放下尊严陪他睡觉了 并且还前后给了他35万的现金 这时候的平廷也突然想明白了 对这种无底线的人是没有信用可言的 于是他把吴达公的所有情况告诉了他吧 他把原来是地区公安局的副局长 然后他急忙找到了马其名举报 其实吴达公的岳父为了女儿的将来 也想不找关系拉吴达公一把 不过当他看到事故录像的时候他改变了 马其名决定再利用平廷一次 让他给黄大武约会的时候实施抓捕 在平平的配合下黄大武也落网了 当马其名看到吴达公事故录像后 陶石案的冤情也彻底的调查清楚了 随后李春江就对吴达公进行了抓捕行动 吴达公被抓后也还原了陶石案的真相 真相的开始是吴达公和佟白山吃完饭以后 他正好打上了一辆陶石开的出租车 吴达公上车以后感觉司机开得太慢 于是就产生了自己要开车的想法 可是被陶石当场就给拒绝了 随后吴达公又亮明了公安局长的身份 陶石在吴达公的威胁下无奈地同意了 当吴达公把车开到十字路口时 由于他醉酒驾驶神志不清撞向了一位路人 当他们下去查看的时候发现人已经死了 随后吴达公威胁到陶石 让他报警承担起肇事的责任 陶石在吴达公的威胁和李右下同意了 陶石进入看守所后 潘财章正好出差了 于是吴达公找到副所长王正茂 让王正茂挑拨童小牛和陶石之间的矛盾 结果这个童小牛果然上了王正茂的档 在夜晚游走的毒狼被刘东给抓获了 这个毒狼对于他弟弟的死一直深有怀疑 然后刘东根据范大甘子交代出的问题 告诉了毒狼他弟弟是怎么死的 刘东是想以此计划他交代出铜白山的问题 两个月前的一天 眼前正在挨打的这个人就是叫乌鸦 也就是毒狼的亲兄弟 有一天乌鸦看到了范大甘子正在装货 也由此他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火 毒狼得知后心里特别的愤怒 他也想到了这件事情袁小安肯定知道 可是袁小安一直在骗他乌鸦是意外死亡的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毒狼产生了对袁小安的报复心理 然后他答应刘东坐卧底搜集证据 与此同时 袁小安也感觉到了不祥的预感 因为他道上的朋友手机都关机了 就在这时候 佟白山打来了一个电话 佟白山稀里糊涂地挂掉电话以后 袁小安的心里更是不安了 随后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了大量现金 还有手枪和护照决定给外逃做准备 就在这时作为流动卧底的毒狼过来了 毒狼 回来了 其实袁小安已经怀疑到毒狼了 然后袁小安给他拿了一瓶果汁 称自己还有事情就要离开了 结果这杯果汁里袁小安已经提前下了毒 随后袁小安就找到了他的叔叔袁书记 说出了他所有做过的违法事情 试图让他叔叔通过关系帮帮他 结果袁书记得知后大发雷霆 当袁书记准备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被袁小安割断了电话线并且把枪指向了他 袁小安 你要干什么 你给我坐下 你让我打电话报警啊 啊 我是你亲侄子 你是罪人你还想干什么 我让你跟我一块走 要不然就一块死 与此同时 马其名通过刘东的卧底毒狼的汇报 分析袁小安很有可能去了袁书记家里 然后就在袁书记家旁边做好了布控 果然袁小安把袁书记当成人质走了出来 当时积乘书后警察一拥而言 走 袁小安落往后同白山很快就得知了 但是他手里还有一批福爷的货没有走 小四吧 他又来电话想干什么呀 他说福爷要见我 不是 这 这福爷到底想干什么呀 管他要干什么呢 小鸟 咱们必须马上离开林河 同白山这只老狐狸已经想好了退路 他心里明白如果不去见福爷的话 福爷是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他为了防止小四半路上追杀他们 于是让小牛独自一人先走 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这时候的老黑已经对同白山没有用了 这是我那个车的钥匙 明天白天你开着它去省城 接福爷 同白山把老黑当成了自己的替罪羊 果然在老黑开往省城路上的时候 提前在路口准备好的小四 开着一辆垃圾车狠狠地撞向了他的车 老黑从车里爬出来后给同白山打了个电话 是小四干的 喂 老黑 老黑 同白山接完电话以后诚惶诚恐 于是他猛踩油门开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给小四打去电话报了个平安 此时的同白山瞬间心情好了许多 因为他知道福爷制定的规矩 这次小四没有能完成福爷交给他的任务 小四回去的话福爷也会弄死他的 就在这时福爷打来了电话质问小四 小四谎称已经把同白山给干掉了 这边的同白山把车开到牧场的时候 被提前埋伏好的警察给围住了 然后他立刻给童小牛打了一个电话 童白山这只老狐狸终于落网了 一个迎手镯和一间小屋成了他永久的家 小四对刘玉英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他并没有直接逃跑 而是想最后和刘玉英告一次别 结果打开门的那一刻他彻底傻眼了 走吧 与此同时李春江接到他爱人去世的消息 李春江的爱人整整在医院躺了一步剧 童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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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冲上 童小牛 小飞是你的妹妹 是我的亲生女儿 第二天 童小牛把他们两个人带到了一个烂尾楼上 李春江得知后瞬间失去了理智 李春江在马其名的劝导下稳定了情绪 随后马其名派李玉从楼后边接近他 就在这时童小牛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 他让马其名带着手铐上来弹 这时候李玉已经从楼后面上去做好了准备 当马其名上去以后童小牛变卦了 他让马其名跪下给他赔礼道歉 李玉把童小牛控制了以后 随后大批干警一拥儿上将童小牛拿下了 到目前为止童白山无达攻 袁晓安和小四已经全部落网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收拾孙吉海了 在童白山的问题上 一念之差了 随后孙吉海交代了 车光远同志是纯属诬陷的 因为在市里洪光水泥场改制的问题上 百山集团的志愿房地产公司提出低价收购 当时车书记是坚决反对的 车书记的坚决反对挡了他们的财路 于是童白山和孙吉海联合演了一场戏 两天后童白山让人倒车光远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